这个小男孩正在井边玩耍 一旁的女人看到后响起 让他继承孟武德堂的嫁业 心中瞬间生起一个歹念 悄悄地走到小男孩的身边 轻轻一脚就把他踹到了井里 有着二百年历史的孟家 一直是自刘景严商首富 但孟家老大患有不欲症 而且身体一日不如一日 立即派大太太去成都找回 刚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孟老二 回来继承孟家产业和传宗接代 谁知孟老二已经加入了革命党 正在执行当街刺杀朝廷药员的任务 这一幕恰巧被大太太看到 但这分明就是个陷阱 孟老二怎么能跑过子弹 大太太眼睁睁地看着孟老二 在自己眼前倒下 得知消息的孟老大也相继去世 没有难听的孟府 就交到了大太太的手里 这么大的变故让大太太也一并不起 当地名医写下一纪药方 但是必须要用还原汤作为药饮 什么是还原汤啊 就是童子尿 但是孟府缺的就是男童 可把两位一太太着急坏了 汤总管提出一个妙计 找一个男童寄养在孟府 每日清晨第一泡童子尿效果最好 不出半天 就找来一个身体健康的四岁男童 名叫狗娃子 有了童子尿以后 大太太的身体也日渐好转 正在院中玩耍的狗娃子 引起了她的注意 已是中年的她看着男童格外高兴 每天陪着狗娃子掏鸟蛋 自己好像也年轻了不少 通过一段时间的朝夕相处 大太太和狗娃子的感情日渐加深 汤总管立刻出主意 给狗娃子父母一笔巨款 签一份过继契约 让他们永远不能回自留景相认 得知消息的二太太找了过来 自己娘家也有个两岁的男童 可以过继到孟府 不过大太太正式考虑到了这点 没有得逞的二太太 恰巧看到井边的狗娃子 立刻又想起了大太太的话 让她继承孟武德堂的家义 二太太目露凶光 毫不犹豫地把狗娃子踹了下去 太歹毒了 为了自己的思念 居然朝着四岁的孩子下手 简直是蛇血心肠 你让他滚 滚得远远的 本来可以享受锦衣玉石的二太太 被打回了原形 好在狗娃子被救了下来 但是狗娃子他爹并不同意 过继给孟府 孟大太太一直记着丈夫的遗言 要把孟家延续下去 过继合适的男童 就是延续孟家的香火 万一我撑不下去呢 我怎么面对孟家的立足立宗 怎么有脸去见 九泉之下的老鱼 忠心耿耿的汤总管 为了替大太太分忧 让亲信深夜提着没有 来到狗娃子父母的门外 悄悄地锁上大门之后 双手颤抖地将没有顺着墙根撒下 然后再小心翼翼地 把没有引出来 最后点燃一根火柴 扔到了做好的影线上 火苗顺着没有的痕迹 迅速蔓延 一个茅草屋瞬间 就淹没在了火海之中 小男孩一夜之间失去双亲 顺利地过继 到自留警言商首付孟家 但执掌孟家的大太太 并不知情 鱼中的汤总管 悄悄埋葬了男孩的父母 你们用两条人命换来儿子的大富大贵 值了 没过多久 孟府的炎夜生意愈发新龙 孟大太太也成为了自留警商会会长 但是由谁继承孟家产业 也成为了她日思夜响的难题 路边的哭泣声引起了她的注意 逃难的男童正守着去世的母亲哭泣 在清末这是常有的事情 没有后代的孟大太太特别喜欢男孩 让人好生安葬男孩的母亲 而且也有收养男孩的意思 其他商会同仁看到此景 都说孟大太太有一副菩萨心肠 什么菩萨心肠 自家生不出来娃娃捡个回去 过个肝饮报 昨天还为一顿饱饭发愁 今天就成了自留警守夫家的养子 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人生 以后你不叫狗娃子了 叫孟天成 是孟家的大少爷 你呢 叫孟天运 按照先来后到的原则 他就是孟家的二少爷 没有子嗣的孟家终于有了接班人 在这个乱世之中 孟大太太喜欢收养子的事情流传开来 各种孤儿也相继而来 孟大太太为了寻找合适的接班人 真正做到了来者不拒 那我就把这个善事做到底吧 养子多了 孟府也变得生机勃勃 就算养十个孩子 对孟府来说也不是负担 你看这些男孩子 他就是啊 争强好胜 就让他们争吧 争来争去啊 早晚有一天 会争出一个人种豪杰来 孟大太太就是要从他们中间 培养一个孟府少东家 所以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 她一共收养了六个养子 并且为他们办了一个家属 我叫孟天长 我是老大 老二 我叫孟天运 我叫孟天许 我是老三 老四 我叫孟天佑 老五 我叫孟天牧 老六 我叫孟天宝 坐在最后面的女孩名叫燕之秋 是家淑先生燕先生的女儿 孟大太太本想培养一名人中豪杰 但后面的事情却让他始料未及 而且每个孩子的性格各异 老大极其顽劣 总是欺负弟弟 老二正义勇敢 喜欢打抱不平 老三不喜争执 一心想读圣贤书 鲁莽的老大下手没轻没重 总是惹祸 孟大太太也在暗中观察几人的品性 这天正在举办堂会 孩子们对土火很是好奇 老大从后台跑来告诉大家 我知道火石塔吐出来的 不信你们给我来 我告诉你们 走 一群孩子来到戏班后台 孟老大告诉大家 土火的人把罐子里的东西含在嘴里 才能吐出火来 好奇的老六从罐子中挖出一把白色粉末 塞到嘴里 可是并没有喷出火来 大家都说老大在骗人 贵儿在骗你们 不是这样 烧嘴上有斩吐 老六又抓起一把白色粉末 对着油灯一吐 瞬间喷出一股大火 后台立刻乱成了一锅粥 就在慌乱之中 老四不小心推倒一个箱子 正好砸到一个小女孩的腿上 小女孩正是严商曹家的二女儿 这么小就粉碎性骨折 将来必定是个贪子 老曹为了女儿的后半辈子 不管你愿意不愿意 我们两个的亲家 那是打定了 看着面前的六个养子 一生要强的孟大太太生气至极 如果对他们不管不顾 将来怕是要惹出不小的麻烦 大太太狠心决定 让老六将来到曹家当上门女婿 但并没有过重处罚老大 然而老大却是秉性难移 隔三差五地惹祸 孟大太太无奈之下 只能让人把老大轰出孟府 不过汤总管却有一个好主意 把老大送去成都五辈小学堂读书 让兵营里的规矩来约束他 如果以后能在部队谋个一官半职 对孟家也是有百利而无一害 自此以后 孟老大相当于退出了孟家掌门员的竞争 孟大太太继续培养其他五人 死人了 过来看啊 一群富家少爷听到后 都来到案发现场看热闹 原来是一个男人带着小女孩卖椅 本想表演迎枪锁喉 不料却刺穿了自己的喉咙 小女孩本就连饭都吃不饱 现在更是孤苦无一了 有着相同经历的二少爷说道 家丁却说这个女孩来路不明 难免会遭到大太太的责罚 孟大太太几年间收养了六个男孩 为的是培养接班人 但从来不收女孩 所以不能开这个头 老二心中不忍 跪下求大娘收留女孩 老五和老三也跟着跪下附和 大娘 养女娃的钱 送我借你的 等长大了 挣了钱 一定还给大娘 这时小女孩也换好了衣服 大太太一直面对这群毛头小子 突然有个可爱的小女孩出现 心情也瞬间好了起来 给小女孩起名为孟若英 以后将她嫁给官员或者商骨 都是为孟府锦上添花 孟大太太继续培养着这群孩子 也观察着他们的秉性 老二胆大心细 老五欲势沉着 两人都有自己的主张 老三只爱读书 但是身上缺少一股力气 老四也很聪明 若能走正路 可以成为一个理财高手 老六则是爱耍小聪明 常常看风使舵 几个孩子各式各样 不过正合孟大太太的心意 说不定呢 从中有一个 能执掌家业的 十年的光阴转瞬即逝 孩子们都已经成为了高中生 不料这天却出现一件大事 老二孟天运听玩家丁的汇报 老三 老五 在里面 五兄弟急匆匆地离开教室 老二又来到女子教室 把妹妹孟若英叫了出来 让娘出事了 走 嗯 几人回到家中之后 家丁陪二娃告诉大家 大太太今天出去办事 因为地点天辟 家丁还都带了枪 办完事在回府的途中 路过一家茶馆歇脚 陪二娃因为肚子疼去方便 不料却被打晕 等她醒来回到茶馆 所有人都昏了过去 唯独大太太没了踪影 也就是说 你根本就没有看到什么人打结 对吗 是 那你怎么能够断定 大娘被人绑票了 陪二娃不知该说什么 汤总管赶忙接下话茬 根据事发地点和种种行为 可以断定大太太是被绑票了 汤总管 我们五的汤最近 有没有跟什么人结下两子呢 孟府一直是往日无怨 近日无仇 大家一时也想不出绑匪是谁 而且汤总管也否定了 孟若英报官的想法 这样可能会激怒绑匪从而撕票 正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 家庭和打扮里有没有十字领 驴斗坡和栗子把的人 五少爷 是疑心 有内印 五个杨子的表现却是个不相同 胆大心细的老二准备出去调查谁是绑匪 沉着冷静的老五茶看府中是否有内印 而且带着家庭到事发地点寻找蛛丝马迹 书生气浓厚的老三为了掩饰大太失踪 顶着压力亲自出席商会会议 聪明的老四准备留守家中 见风使多的老六要和老四一起看家 汤总管要和老三一起出席会议 把向来机密的总账房钥匙交到了老四的手中 这一举动让大家都感到意外 不过老四还是趁机查看了总账 他发现作为自留警首富的孟家 账面上居然只剩下了四万 赶忙和三太太商量对策 准备变卖家产酬赎金 可是没有大太太和汤总管出面 这些家产都不能变现 他们的谈话恰好被门外的老六听到 等老四离开后 老六和三太太商量 过不了几天 看似风光的孟武德堂将会土工瓦解 不如先去中院书房趁机抢些古董字画 但是三太太告诉他 要是还在大太太身上 老六也只能静观其变了 直到当天夜里 外出查看的老二和老五相遇 老五顺着大太太的办事路线又走了一边 但是路上用去的时间和家丁陪二娃说的并不一样 而且陪二娃还在半路逃走了 当老五来到大太太失踪的茶馆询问时 茶馆老板却说最近几天并没有轿子在此处歇脚 只有一种可能性 陪二娃在撒谎 而且陪二娃的入府宝人是汤总管 这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他 谁 谁 汤总管 还有什么线索 老三把白天府里发生的事情 都告诉了老二和老五 老二一天也没闲着 几乎问遍了大街小巷 没有任何的收获 最后问了当地最大袍哥堂口的温大爷 绿豆剖弱出了事情 自流行 我该是第一个知道 所以只有两种可能 要么这件事就根本没有发生 要么这件事就不是在本地发生的 正在此时 王匪终于来信了 让孟府一天之内准备一百万现阳 然后到城南小关庙熟人 我总觉得这事 不管是真是假 这个汤俊川 都脱不了干系 第二天一早 大家叫来汤总管问话 但是他却把事情推得一干二净 老二见他死不承认 心想还是先救出养母要紧 之后再处理他不迟 可是绑匪狮子大开口 要一百万现大洋 然而偌大的孟府 现在只有四万 虽然孟府旗下还有两家钱庄 但是一天之内 也凑不出这么多的现金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 总账房不是有四万块钱吗 再让德渊钱庄开一张九十六万的对票 去小关庙告诉绑匪实情 用这些和自己换回大太太 让大太太回来筹钱 等拿到一百万之后再放人 一旁的老三愿意一起当制换人质 老五也同意二哥的主意 而且为了表示诚意 还把汤总管拉了进来 我们一起加入人质的行列 四条人命去换大娘 我相信 王匪应该会没话说 汤总管 取钱吧 汤总管正要去取钱 不料老四却说 自己昨天已经把钱都取出来了 撒谎说自己也想到了这个主意 所以才让人提前把钱汇总 汤总管问老四和老六 要不要一起赎人 老四借口说要在家照顾女眷 防止发生新的意外 老二等人带着现金和对票 当天夜里来到小关庙 在门外大声喊道 我们来了 人也带来了 言必行 行必果 好汉 现身吧 好汉 你们如此求财实属无奈 我们理解 但你们也应该理解我们 失去一家之主的无助和哀伤 话音刚落 孟大太太就大摇大摆地走出门来 而且还是笑容满面 兄弟几人也明白了过来 这分明就是一场对大家的考验 经过十多年的细心观察 还有这次逼真的考验 孟大太太心中已经有了少东家的人选 但并不是很笃定 想让汤总管也出出主意 我们把各自要选的人写在纸上 说不定是同一个人了 两人分别在纸上写下自己心中的人名 然而并不是同一个人 这两个娃娃呀 旗鼓相当 都很有意 我很难取舍 这个富家少爷第一次来赌方 思虑再三之后决定 一个银员 赌场老板一个眼神 何观心领神会 一个银员瞬间就变成两个银员 老板在一旁夸他运气不错 这就是赌方的惯用伎俩 还是学生的孟家老四怎能不上当 而另一边的孟家老五却时常请教老师 为何自家的严公工钱还不如自己的零花钱多 林老师很欣慰 问得好 这就是星系天下苍生 关心民众基督的开关 林老师看他是个可造之才 便经常对他阐述自己信奉的主意 没过几天 孟府来了一位军员 曾经顽劣的孟府大少爷 一转眼已经成为了剑系排长 孟府从此多了一个军方的人 自留警首富的位置更是稳如泰山了 在这个乱世之中 老大特地嘱咐几个学生弟弟 你们几个做学生的尤其要小心 借莫与人讨论什么阶级贫富以类的话语 听见没有 孟府难得全家团圆 必须要照相留念 但谁又能想到 这竟是最后一张全家福 这天孟家少爷们正在上课 学校突然来了一群不速之客 要把林老师带走问话 不过林老师请求上完最后一节课 川南警备司令部的人倒也通勤达理 林老师回到讲台上问道 今天谁的指示声 是我 看到是孟老五举手 林老师心里已经有了主意 继续为大家讲课 并在黑板上留下一首诗 讲完课之后再次叮嘱老五 林老师随后便被带走 学生们都好奇地在门口看着 趁着军官和校长说话的时候 林老师突然抢过他的配枪 一群人立刻来到林老师宿舍 发现茶杯还是温的 地上还有刚熄灭的烟头 原来林老师开枪牺牲 就是为了通知其他人撤离 放学后 老五擦去林老师的版书 竟然发现这是一首藏头诗 聪明的老五知道 这一定是林老师的安排 所以立刻来到广盛党 可是他并没有档票 不过档铺老板为了卖孟家一个人情 只收了他五个铜元 就把林先生的书给了他 另一边 军人搜出一张档票 但当时的档票为了防止伪造 除了档铺伙计和本人 对其他人来说就是天书 面对这么多的枪杆子 档铺老板本能地撒了谎 从店里取出一件 档死的棉袍交差 当他还想要回林先生的档票时 这个军官告诉他 精明的档铺老板经过四处打听 才知道了这件事的严重性 老五这才松了一口气 不过档铺老板也说出了自己的真实目的 老五还不知道这本书的秘密 也不想欠他的人情 想把这本书再还回去 可是档铺老板已经欺骗了军方 现在两人已是欺虎南下 而且还告诉老五一个关于林老师的秘密 那个姓林的可不是带了钱之外 他是自留警共党的老大 一向沉着的老五这才知道惹上了麻烦 而且老谢还告诉他 据说林茂森手里有一份名单 至今还下落不明 说明利害关系后 老谢准备要一千块大洋作为封口费 你放心 我只谋财 绝不害命 回到家中以后 二哥告诉老五 根据书中的记号 点起来后都是人名和地址 为了不被人轻易发现 自己已经把书放到了中院书房的书架上 不料沾上赌博的老四以借书为由 准备偷书房中的古董 恰好拿了这本说文解字 经过分析 二哥已经为老五想到了脱身的办法 第二天一早 老二到中院书房取那本说文解字 却不知道早已被老四拿走 不过发现书下面藏着一把手枪 正好可以戴上防身 老二又找了一本说文解字代替 希望可以蒙混过关 二人此时正好看到老谢已经到了约定地点 老二把准备好的手枪拿了出来 冯老五还是一向的沉着冷静 要想拿钱必须要把书存在当铺 没想到老谢又提出一个更加苛刻的条件 存资是每天五百大洋 直到想要他的人取走为止 老五怎么能答应他的狮子大开口 他反手威胁老谢 如果是这样的话 两人拿着书一起到警备司令部自首 老谢一听就火了 这是你熟的那本书吗 别忘了老子吃哪碗饭的 过眼的东西长啥样 一辈子都忘不了 自知抓住把柄的老谢告诉老五 如果不答应自己的条件 今天晚上就要带着警备司令部的人去抄梦家 老五担心连累家里 借口说钱都在二哥身上 出去拿来就给他 老二正在门口等着他 还差点火啊 把枪给我 怎么了 我吓唬吓唬他 随后老五揣着枪回到茶馆 没想到不出两分钟 老五一时冲动竟然当众结果了老谢 就算孟家在富有 碰上人民官司也不是闹着玩的 老二让老五先找个地方躲起来 自己回家看看情况再说 与此同时 司令部的人抓了一名档铺伙计 让他指认档票内容 刘长官这才知道被骗了 竟然推断档铺老板也是共产党 孟天牧 需杀人灭口 其目的 还是为了保护他们的组织 这个推断着实让孟大太太震惊 孟天牧 那是共产党 没有其他的可能 请把孟天牧 交给我们吧 二哥孟天运告诉老五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 我现在一会就回去抽点钱 想办法把你送出去 老五完全是因为恩氏林茂森的委托 才阴差阳错地走到今天这个局面 二少爷马上回来找汤总管之前 汤总管知道他一定是为了帮助老五逃亡 直接拿出了自己的积蓄 两百大洋的银票和一百的县大洋 因为这六个洋子里 孟大太太最看重老二和老五 老五现在有命案在身 将来孟家掌门人的位置非老二莫属 汤总管嘱咐老二 千万不能再出差错了 老二找到一只前往沿边的马帮 谎称兄弟欠下巨额赌债 需要出去避避风头 马帮与守卫关系不错 趁着夜色顺利将老五带了出去 六个洋子就剩下了四个 孟大太太失望至极 向剩下的四人提出六字要求 守家法 守国法 谁若是为了家法 已经发现 诸楚孟府 永远不得相认 如果还有人违反了国法 参与那些乱党的活动 当即乱棍打死 孟大太太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了二少爷的身上 你应该 给你这三兄弟和妹 做个榜样 给孟武德堂 这口气 一番训斥之后 聪明的老四已经察觉到了端倪 老大早已退出掌门人的竞争 老五也是自毁前程 老六过于乖张 过于技巧 老三天天沉醉于读书和谈恋爱 自己则是被人送到孟武德堂 只看这个来历就不在掌门人的竞争之列 所以将来一定是二哥接管孟武德堂 老四就是想巴结二哥 等二哥接管孟武德堂后 把总管的位置交给自己 最后他还是提醒二哥 千万不要因为与妹妹若音的感情问题 也落得个鸡飞蛋打的结局 老二实在是看不上这个弟弟 他现在想的就是赶紧把那本名单找到 然后好好地保管起来 几天之后 他终于在中院书房找到那本名单 虽然他把这件事深埋心中 但还是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还是学生的富家少爷正在赌方打牌 不料养母已经悄悄走到他的身后 他还浑然不知 赶紧啊 赶紧出牌 孟大太太直接提起他的耳朵 左手一记耳光还不解恨 右手紧接着狠狠地打了下去 原来就在前天 孟家四少爷从书房偷了一个贵重的茶壶 然后转头去当铺换钱 紧接着就来到赌馆 这一幕恰好被六弟发现 老四和老六虽然表面和睦 但是暗地里都在争夺少东家的位置 老六随后把这件事告诉了三娘 借着三娘之手揭穿了老四的行径 老四做梦都想不到 大娘会来亲自抓他 赌场老板终于等到了孟大太太 立刻就把四少爷在赌馆欠下的赌债交给他 没想到老四已经欠下了两千七百块大洋 这些钱对于孟家当然不算什么 但是老四已经触犯了家规 从今往后 我再不是你的大娘了 大娘 我错了 我发誓 我发誓我再也不会再赌了 可是一切都已经太晚了 不管老四如何承诺 孟大太太都不能原谅他 决心和他断绝母子关系 而且当众宣布 在我面前下跪的这位 曾经是我的养子 他今天是触犯了孟武德堂的祖训 家规 我岂能容忍 从即日起 我将要把他诛出孟府 永不相认 曾经锦衣玉石的孟家四少爷 瞬间成了无家可归的孤儿 这么突然的变故 让本就不太忠厚的老四怀恨在心 正在他戒酒消愁的时候 读管结识的曹家总管找到了他 曹家的炎夜生意一直落后于孟家 前总管有意收留老四 作为以后扳倒孟家的一颗棋子 正愁无处安身的老四欣然答应 这也是他逐渐黑化的开始 另一边 我党的夏先生接手了自留警特质 并调查出前任留下的蛛丝马迹 顺着线索找到了孟家老二 想要通过他找到孟家老五孟天牧 拿回那本自留警特质名单 但谨慎的老二并不相信夏先生 你实在不明白你要跟我说什么 老夏知道要想取得孟老二的信源 还需要时间 这天下课之后 老夏拿出一张相片 上面有已故的林老师和自己 中间的那个人就是老二的二叔孟光复 你把这相片拿回家给你养个卡 或许你就能信用 在孟天运的追问之下 孟大太太告诉了他二叔当年的事情 因为他二叔的去世 孟家才收养了这些养子 不过孟大太太还是告诫老二 跟光复有关系的人就是不可信 这一群人都不可信你知道吗 但老二还是选择相信夏先生 在交出名单之前 他提出了自己心中的疑惑 如果还需要有人为理想献生 夏先生也会吗 好不用 老二明白夏先生和林先生是同样的人 随后便把自留警特制名单拿了出来 现在我确信 你应该就是这边说得出来 当地研商首付孟家的六个养子只剩下三个 为了让他们熟悉产业 孟母在他们高中毕业之际做出了安排 这个决定显然要让老二接管孟家 但是老三并不想参与经营 而是想考官费的留养生 孟母太了解这几个孩子了 知道老三就是喜欢读书和钻研技术 不过一听老三想去日本留学 孟母就想起已故的二弟 立马就否决了他的想法 老三解释道 日本这样的小国仅用了数十年的时间 就变成了亚洲的强国 自己就是要去试一场记忆质疑 孟母听他这么解释 也说不出什么反对的理由 不过还是叮嘱他 既然要去就专心学习 不要参与党童之类的事情 安排好老三的事情 孟母告诉老六 让他跟着汤总管进总账房帮账 一心想要争夺继承人之位的老六有些不符 不过也只能答应 虽然孟母有心让老二接管孟家 但他还有一个致命之处 那就是曾经亲手救回的妹妹若英 两人这么多年早已心生爱慕 他们虽然没有血缘关系 但在孟府这样的大家族中 是不可能修成正裸的 更何况老二如果成为孟家的掌门人 他们的爱情将成为商界的耻辱 不过老二还是心存希望 若英心中还是没底 只希望那个时代早一天到来 没过多久 老二就把盐业生意流程里顺了 自留警盐商生产出的盐 必须经过盐务局的检验 但是盐务局新来了一位洛奸察 据说是盐务局局长夏清城的小舅子 不仅是吃拿卡药 而且还必须歌舞升平 一套流程下来才会给盐商发放合格证 孟家因为没有提前知晓洛奸察的喜好 刚生产出的盐竟成了残刺品 孟大太太准备亲自去会会这个洛奸察 大娘 这个事说大不大说小不小 您出面不太合适 您看我到盐务局试着握拳一下行吗 盐商首富孟家二少爷提着两袋闲言 直接闯进盐务局局长办公室 各下是夏局长 正式闭嘴 我这儿还有客人 但孟天运毫不避讳 经过客人的同意 久问夏局长酒设盐厂 孟天运直接把两袋盐扔到桌上 想让夏局长分辨一下两者的好坏 夏局长只是看了一眼说道 就连普通人都能分辨这两袋盐质 为什么来问我 孟天运这才不入正题 盐务局给两袋中质量差的发了合格证 好的反而定为颗粒不均匀 需要化水虫间 夏局长质问他是哪个监察检验的 而且承诺一定盐成 这位洛监察正是夏局长的小舅子 夏局长刚刚正要把这个小舅子 推荐到市政府上班 不料孟天运却当着胡主任的面告状 这让夏局长有些下不来台 只能说是失误了 出出茅庐的孟天运又继续说道 可是这种失误很低级 会影响盐务局在延长工信度 好了不打搅了 几句话无异于当众羞辱夏局长 当天运要离开时 夏局长叫住了他 还没打听你的尊信大名呢 孟武德汤 孟天运 孟天运看似解决了合格症的问题 但也得罪了夏局长 此举 似嫌 锋芒毕露 太生气令人了 孟大太太深知延长的险恶 夏局长肯定不会就此罢休 可能还会变本加厉地为难孟武德汤 汤总管劝孟大太太不必太担心 正好可以看看二少爷如何面对夏局长接下来的招数 不出所料 老二搅黄了夏局长小舅子的工作 两人已经准备报复了 在这个充满剥削压迫的时代 邵东家居然要把八小时工作制改为六小时 夏人马上提醒他 从古至今也没有这么干的 看似工作时间短了 但是工作效率却大大提高 孟家的利润也会提升不少 孟天运刚刚搞定绩效改革 同行却给他来了个釜底抽薪 制言最重要的原料是卤水 曹家一次性收购本地一个月的卤水 迫使孟家在高价回收 如此一来 孟家最少要赔一万五千块大洋 然而孟天运聪明的脑袋瓜想出一个妙计 让自家的两个钱庄开通绿色通宝 为提供卤水的商户减免存取钱的手续费 此举立刻在自留景商界引起轰动 商户纷纷要向孟家提供卤水 曹家不仅没有得逞 反而还倒贴了一万多县大洋 自此以后 自留景商界都知道孟家有未能人 孟大太太也当众宣布 我今天确立我家二少爷孟天运 为孟武德堂的新的掌门人 孟天运接管孟家之后 处处为底层的阎工考虑 但此时却出了件大事 一个严工为了更新工艺 不料却毁了一口高产的严谨 根据历代延业的规矩 造成井难的人要按以往 严谨的收益赔偿 这些人当然没钱赔偿 所以他们只有一种选择 把他自己和家人 押给德成井做工 一代 两代 三代 四代 直到场景损失 听汤总管说完规矩 孟天运第一个反对 马上就去找孟大太太 然而事情并不是他想的那么简单 这口井并不是孟家独有 还有四个合伙人 如果不追究肇事者的责任 那么孟家就要带他 赔偿合伙人的损失 孟天运希望孟母分清 事由再做惩罚 孟母的一番话让天运感到意外 就算是流传了上千年的规矩 但却完全没有人性 孟天运今天就要改改这个规矩 孟母也是完全没有想到 这个少东家羽翼见风 但还没到他真正执掌家业的时候 孟母随后把汤总管叫了进来 准备把孟天运安排到孟家旗下的两行 相当于是把这个少东家又打回了原型 不料赵氏的赵老汉已死谢罪 但是为了树立孟家的威信 汤总管提议 罚赵家的两个儿子到严谨工作三个月 到期之后再悄悄放他们走 如此保密的事情却被孟天运得知 更加加深了与孟家的矛盾 一心想要争夺掌门人之位的老六之道后 又给二哥填了一把火 孟天运已经对孟母失望透顶 再不能失去自己的爱情 当天晚上就来找妹妹若英 门外来送衣服的三娘听得清楚 立刻就去告诉了孟大太太 孟母为了留住辛苦培养的继承人 给若英的碗里下了蒙汗药 当天晚上就把她抬上了花椒 去给一个劳病鬼冲洗 然而孟天运为了救出赵家兄弟 连续三天都在组织严工罢工 罢工的效果还是不错 本不想严惩他们的孟大太太 也同意放人 不过还是要教训一下孟天运 孟天运还没进家门 老六就把若英被抬走的消息 告诉了他 得知真相的孟天运心中无法平静 孟家如此对待底层严工 而孟母又如此对待妹妹若英 虽然他感念孟母的养育之恩 但他明白自己已经无法再为孟家效力 孟母对他寄予厚望 本以为终于寻找到了一个孟家继承人 现在却要离自己而去 要强的孟母并没有强行挽留 孟天运也是趋意已决 向养于自己长大的孟母磕头之后就离开了 毕竟不是亲生的呀 孟天运换了行装 决心离开这个伤心之地 我党成员夏先生推荐他到成都的一家饭庄做学徒 既可以学本事也可以长见识 丁老板看过推荐信之后 知道了孟天运的经历 好 我相信夏先生去见的人 孟天运的离开 孟老六和三太太有脱不开的关系 孟家养育的六个养子中 老六是最不可能成为掌门人的 孟母怎么也没有想到 最后留下来的却是她 然而让孟大太太更没有想到的是 若婴还没到婆家 那个劳病鬼丈夫就去舍 婆家认为若婴就是客服的扫把心 直接又把她抬了回来 曾经人丁兴旺的孟武德堂 转眼变得冷冷清清 孟大太太看着唯一的一张全家福 心中生出一个疑惑 难道当初就不应该收养他们吗 男人一个月前还是严商首富的少冬家 如今却只能在后厨打杂 看着大厨们手中菜刀干脆利落 草勺里的火光冲天 一个想法出现在男人的脑海里 我还是想到后厨去学学手 这个想法让丁老板刮目相看 立刻把他带到后厨 准备让他拜师学义 丁老板向从不收徒的 李老二说起悄悄话 李老二当然不能 博丁老板的面子 但是有一个要求 让孟天运先学识天 如果他的悟性好 才能接着教 记高超才有资格说这样的话 孟天运自然也打起了 十二分的精神 李老二首先教他直切 然后是推切 两种刀法都要一刀断经 一刀到底 从没拿过菜刀的 孟天运来的兴趣 但上手之后不免漏切 切脆硬的东西 下刀要快 一刀到底 如果要切绵软的东西 下刀就要缓一点 如果切生肉 又是另外一种刀法 叫做拖刀 孟天运迅速记下 这从没听过的专业术语 刀法动作也铭记在心 李老二再次给他展示锯切 也就是切熟肉的刀法 一心寻求改变的 孟天运非常刻苦 总是练习刀工到深夜 更是从不放过任何一片烂菜叶 两个月的时间转瞬即逝 孟天运也得到了李老二的真传 孟天运换上刀身更加轻薄的菜刀 熟练地把生肉切成鱼塞状 要求颇高的李老二露出了满意之色 随着两人日渐熟弱 孟天运也问出心中的疑惑 我听店里的伙计说 你从来都不交手艺 为什么愿意带我的 原来李老二从小就跟着师傅到丁家做家厨 丁老板开了饭桩之后 又到这里做墩子师傅 孟天运明白 家厨是个全面的工种 郑筹怎么学习掌勺的他来了兴趣 你对掌勺感兴趣 您看出来了 李老二虽然比不上这里的头造师傅 但是自己的手艺必定在二造师傅之上 不过只能偷偷地教天运 不然会让人误会自己要抢二造师傅的饭碗 正在两人开玩笑的时候 丁老板来找孟天运 因为跑外的伙计回老家奔丧 所以临时交给他一个送外卖的伙 饭店伙计来送外卖 到达地点后第一反应 就是看看有没有人跟踪自己 确定安全后 男人不多不少只敲了两下门环 大门上的小窗立刻打开 门里的人似乎恭候多时 但并没有多说什么 马上打开大门 男人便把一个三层石盒递了进去 两人没有一句废话 关上大门后 男人又开始观察是否有人跟踪 没一会儿 大门再次打开 说完这句话 门里递出一个四层石盒 男人提着石盒立刻赶回饭庄 原来多出来的石盒有个加层 老板看完纸条上的内容之后 又在纸条背面写下一只 然后把纸条塞到钢笔之中 让男人再去一趟海风商号 去找一个信赖的经理 如果对方向你讨要获解 就证明他不是真正的赖经理 赖经理拿出男人要的货物 并说货款已经付过了 但是需要男人给他签个收条 男人记得老板的嘱托 必须用这只钢笔签字 而且必须签蔡云天这个名字 才能拿货 签完字后 很自然地把钢笔留了下来 男人名叫孟天韵 几个月前还是严商首富的邵东家 因为变故成为了一名饭庄伙计 几个月的时间 他不仅为饭庄记长 还学会了切蹲和掌勺 我头看有什么吃的没有 您还没吃饭呢 这样 我到后厨看看有什么菜 给您露一手 露一手 学会掌勺了 孟天韵立刻开火 在后厨忙碌了起来 不出一炷香的时间 三盘美味的炒菜就端上了饭桌 丁老板对他做的菜赞不绝口 看来是得到了他师父的真传 孟天韵想起白天送外卖的事情 整个过程很像推荐他来这里的 我党成员夏先生的做法 那您跟林先生 还有夏先生 是一样的人 对吧 面对孟天韵的提问 丁老板并没有直接回答 应该说 我们的理想 是一样的 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国家 民主 自由 富家 看来成都我是来对了 丁老板很欣赏 孟天韵的能力和人品 不仅时常讨论当今的形势 还逐渐把他当成了自己人 让他经常参与外出任务 丁先生 我是不是在为你们做事情 如果说这是在做事 那 你是在为天下所有的穷困人做事 丁先生的主张正符合 孟天韵心中的想法 两人一拍即合 不过要想从事这样的工作 有个前提 必须服从指挥 保守秘密 年轻的孟天韵也下定了决心 您放心 我都记在心里了 好 我相信 你是值得信任 达成约定之后 丁先生又交给孟天韵一项重要工作 人气火爆的饭店来了一位女客 好堂伙计招呼她坐下后 不料女子却偏点本店没有的菜 一份荷叶蒸肉 一份冬柳香燥肉 再要两碗豆花加蘸水 孟天韵瞬间想起丁先生的嘱托 这些正是街头暗语 女子也是她今天要等的客人 孟天韵推荐她点蒜苔肉丝 金钱腰花和红烧豆腐 女子听后满口答应 让孟天韵没有想到的是 街头的男子正是自己的五弟孟天木 孟家的六个养子里 老二和老五的关系最好 也是孟武德堂最看重的两个少东家候选人 但却没想到在成都以这样的方式重逢 自从老五犯下人命官司逃亡后 重情义的她还收留了无家可归的老所 两人便相依为命在报社工作 但是没过多久 报社因为言论问题被查 正当两人无路可走的时候 看到军队在招兵 正愁没饭吃的两人毫不犹豫地选择当兵 招生的人正是那喂点菜的女孩 名叫豪爽 就在老五要离开的那天 老二千里迢迢来找他回家 却不料就这样擦肩而过 老五和豪爽在军队中朝夕相处 感情也逐渐加深 并且在豪爽的影响下 老五也非常认同我党的主张 可是军校一直在严查我党人员 豪爽也是其中一员 老五的各科成绩非常优异 毕业后定能平步清云 但他为了追求自己的爱情和理想 毅然决定 比之于学校 你对我来说更重要 田木 你这么做 是不是太草率了 你又不在那个通缉名单上 正是这样的经历 让老五和老二再次重逢 而且是以这种意想不到的方式重逢 我跟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未婚妻 好爽 你好 你好 兄弟久别重逢 二哥孟天韵亲自下出招待 也对老五讲述了孟武德堂发生的一切 离开孟武德堂 我一点都不后悔 是什么让你不后悔 一个是林先生 就是他们曾经的老师 为了理想当场引淡自尽 还有呢 书 我在成都看了大量的书 书中倡导的社会 正是孟天韵所向往的 这与他宽厚仁爱的性格极为符合 而且他在执掌孟家的时候 就为底层严功考虑 但却遭到养母孟大太太的打压 不过他在这里找到了答案 造成财富悬殊的根本原因 是社会的不公平 是柯正 剥夺了绝大多数人 分享社会财富的权利 二哥的思想很激进啊 聪明的老五猜到 二哥一定已经加入了我党 可是孟天韵为了遵守保密条例 没有 经过短暂的重逢 第二天一早 兄弟二人合影留念之后 老五就要和豪爽一起去苏区了 就是这趟苏区之行 再一次改变了老五的人生轨迹 一群地主恶霸正被游街市中 分田地斗地主的标语随处可见 这对年轻人也赶到苏区参加革命 但是来到这里的每一个人 都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查才行 一会儿会有保卫局的人过来 分别跟你们谈话 豪爽实事求是的写上了地主出身 然而孟天目却犹豫了 在简历中写下了孤儿两个字 但是两人的出身和经历 引起了保卫局的警惕 豪爽是地主出身 在军校的时候还参加过国民党 虽然孟天目因为身患瘧疾 错过参加国民党 但豪爽是他的未婚妻 而且他是孤儿的出身也被怀疑 可是保卫局的人又拿出一堆照片 正是豪爽沿途拍摄的风景照 孟天目说这仅仅是他的个人爱好 但保卫局的人却有别的想法 这么一顶大帽子扣下来 孟天目赶忙解释和保证 确实没有丝毫作用 而且他也被关了起来 让他详细描述和豪爽经历的每一件事 直到两人通过审查为止 然而这次的肃反运动非常激烈 很多人都被审查了 孟天目结识了地主出身的王用之 当天夜里就得到一个重要消息 保卫局的人看我自写得不错 问他的时候是我做的笔录 孟天目赶紧起身问起未婚妻的情况 王用之说保卫局的人认为豪爽是敌特人员 虽然他没有承认 但保卫局的人不会轻易放过他 他怎么可能是特务呢 看他这么着急 王用之给他出主意 让他悄悄写纸条给豪爽 先承认是为弊团的人蒙混过关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本想让二哥也来参加革命的孟天目 却被这里的现实狠狠记倒 他心中的理想也逐渐模糊 接下来的事情让他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信念 老孟 这下咱俩个死定了 你什么意思啊 你的未婚妻豪爽 被他们肃反了 是我听说的 一向沉着冷静的孟天目再也压不住怒火了 向门外大声地叫嚷起来 更让他没想到的是 这个王用之是派来监视他的人 可是王用之隐瞒了自己的地主出身 明天也要被肃反了 这才告诉孟天目实情 这样的消息反而让孟天目再次冷静下来 想出一个逃出升天的计策 趁着深夜卫兵人数减少 先是引诱卫兵开门救人 随后一拳把他打晕 确定门外安全之后 孟天目换上卫兵的衣服 孟天目有出众的反侦查能力 逃出来后并没有逃跑 而是观察对方的行动 他知道自己打伤了卫兵 如果被逮到绝对没有好果子吃 幸亏王用之是本地人 靠着对地形的熟悉 两人沿着小路逃出了深山 然而命运好像给孟天目 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 郝爽并没有被肃反 坐下之后 首长向郝爽说了 他未婚夫孟天目这几天的情况 有些人天生就是闲不住的主 很久都没接到任务的 孟天运问丁老板 好久都没有让我给你做事了 你现在不就是在做事吗 您知道我说的不是这种事 虽然这个饭庄 是我党的一个交通站 但并不是每天都会有任务 即使是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那也是做事的方式之一 一向服从命令的孟天运表示理解 在没有任务的日子里 就边颠勺边读书 既练习了基本功又充实了思想 这天夜里 丁老板再次回到店里 表情有些凝重 你穿过西装吗 西装 没穿过 会跳舞吗 不会 丁老板的表情更难看了 不过还是拿起皮箱 让孟天运试试里面的西装 是不是有新任务 你先把衣服穿上 孟天运立刻就提着皮箱上楼换衣服 可是从来没穿过西装的 他不会系领带 丁老板亲自为他系上领带 再仔细一看 这身西装简直就是为他量身定做的 随后让他三天之内学会跳舞 有把握吗 只要任务需要 我就一定能做到 看孟天运这么有信心 丁老板准备让他执行这次任务 原来四川军阀留香扬言 要在四个月之内肃清我党组织 省政府内有一名我党的内线 已经拿到了这批要肃清的人员名单 但和这名内线一直单线联系的邮差 在昨天的车祸中去世 也就是说和这名内线的联系彻底中断了 丁老板只知道这名内线是省政府的主任客员 三天后有一场省秘书长的生日舞会 这个内线极有可能参加 而这场舞会就是街头的唯一机会 丁老板已经拿到了一张染工馆染少爷的情节 孟天运的年龄体型和染少爷最相仿 所以这个重任就落到了孟天运的肩上 丁老板会安排文艺家与他扮演情侣 文艺家就是孟天运老师林茂森的女儿 不过这场街头的难处就在于 只知道对方是省政府的主任客员 男性他的年龄 籍贯 身高 以及体貌特征我们一概不知 只能靠你到舞会现场去寻找 有信心吗 既然这是唯一的机会 想尽一切办法我也要找到他 男人第一次穿西装参加舞会 服务生端来一盘养酒 男人稍作思考 心想自己千万不能露气 马上就拿起一杯 可是下一秒 这美国酒啊 就是有一种猪草的味道 孟天运今天乔装来参加舞会 就是为了与我党内线街头 看别人与自己主动搭话 立刻就说出街头暗语 原位子 我是在六月里 我说的是猪草 很显然 这人并不是自己要找的人 孟天运只知道 今天的街头人是个男人 其他特征一概不知 孟天运心里也没底 不过肯定不能守住带徒 必须要主动出击了 孟天运环顾一周 锁定了一个看上去比较像的人 原位子是六月 今天这是康兰斯 我还以为是原位子 孟天运再次曝空 心中万分焦急的他还强装镇定 只能回到座位继续观察 这时一个老男人冲他走了过来 把他认成了乔装的身份 也就是染公馆的染公子 你很小的时候我就见过你 对了 你还在我怀里杀过一汤尿呢 原来这个男人正是染老爷的顾交 不住地问他家里的情况 幸亏孟天运知道一些染公馆的基本情况 那领受呢 面对男人的寒暄 孟天运已经有点慌了 幸好此时有人招呼男人 孟天运也终于松了一口气 老天问一下 五费都过半了 你还没有摸摸 刚才的聊天耽误了孟天运不少时间 他知道再不想办法就没机会了 两人再次回到五池中央 孟天运悄悄告诉文艺家要随机应变 然后就一把推开他 你说这种话就不应该 你是我婆娘 懵逼的文艺家一脸懵逼 静静地看着他的表演 我在这儿荣华富贵 他当他的邮差 在那吃苦 那名内线从前的街头人正是一位邮差 孟天运的叫喊引起了一个男人的注意 当孟天运和文艺家回到座位后 那个男人过来问他 是不是做花草生意的唐先生 孟天运终于感觉到了一丝希望 再次问出了那句街头暗语 这些话正是完整的街头暗语 男人嘴上一边说着自己认错人了 一边和孟天运握手 当男人离开后 孟天运也准备走了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考察 组织上决定让孟天运正式加入我党 孟家的六个养子也经历着各不相同的人生 取得财富有多种途径 而孟天又却偏偏选择了一条捷径 那就是入坠富商曹家 嫁给曹家双腿残疾的二女儿 并且把自己的姓名都改了 这个马屁拍得老曹极为舒服 准备立刻就把他写进族谱 但老曹并没有让他接管生意 而是让他在总账房帮帐 其他时间就照顾夫人 曹二小姐都替他着急 但曹子才有自己的打算 不急不急 要成就大事的话 眼前受些委屈是应该的 他之所以能如此淡定 是因为他正在酝酿一件大事 那就是掌管曹家之后 扳倒首付孟家 不久之后 他终于等来一个机会 曹家要新修一条重要的剪刀 但却遇到一个钉子户 我们家就是穷的头口要饭 也不要你们曹家 没良心赚的钱 遇到这样的狠人 就连钱总管都无计可施 如果让剪刀绕行 将会增加一笔不小的支出 一旁的曹子才知道 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啊 钱总管 要不让我去试试 老曹打心底 瞧不起这个上门女婿 可是钱总管办事不利 也想让这个孤业处处没头 得到机会的曹子 才直接来到和盛宫 当地最大的袍阁堂口 也就是黑社会 和盛宫掌门人 文大爷问他能出多少钱 文大爷尽管开口 我不还家 有了这句话 钉子户在文大爷这里都不算事 这天女人正在洗衣服 把孩子留在一旁 可是当她再次回头时 孩子已经没了踪影 女人找了半天都没找到 立刻就来找文大爷 因为在这种事情上 和盛宫比当地衙门都管用 可是一听赎回孩子要一千块大洋 女人更加绝望了 文大爷替你电了 日后慢慢还吧 女人听后感激涕零 不知怎么报答他才好 文大爷让他帮自己一个忙 就算报答了 女人自然满口答应 文大爷说堂口欠了曹家一笔钱 如果女人在拆迁协议上画押 堂口欠下的钱就可以免了 女人也不用还自己的钱了 为了要回自己的儿子 女人最终在协议上按了手印 曹子才不出三天 就解决了曹家的一大难题 让老曹刮目相看 我仅是往前总管 烧了多半天的灶堂里 见了根柴火 谁就滚废了 何此挂之 虽然他说得好听 但还是惹下了前总管 不过老曹也看到了 这个坠绪的能力 让他接手修建这条新剪刀 你看 修通永通剪 得需要多少日子 要是资金不短缺的话 三个月 前总管忙了半年多 还没修多少 他居然说只需要三个月 前总管也感到了一丝威胁 他立刻找来自己的亲信 必须盯紧这个二姑爷 想三个月 见成永通剪 给我难堪 他三年也别想 老子的地盘 其中他来染指 紧接着 曹姑爷本来谈好的原材料和争谛 统统遭到对方的违约 正当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 看到有人背地里使绊子 而且此人有些面熟 曹姑爷马上就有了对策 第二天一早他又来到和胜宫 薛老五也赶紧跟了上去 就在楼下等曹姑爷的时候 看到有人在赌棋 他却不知道这是曹子才设下的圈套 还没一炷香的功夫 薛老五就欠下了十个大洋 对于还不了赌账的人 和胜宫必须要留下他的一只手 正当要动手的时候 曹子才立即出现 欠您多少钱 我加倍偿还 薛老五保住了右手 怎么能不感激曹子才 而且曹子才又花重金收买他 薛老五毫不犹豫地做起了谍中谍 无人阻拦的曹子才如期完成了任务 老曹别提有多高兴 前总管 后生可畏吧 前总管嘴上说着是事事 但心里却想着怎么能把这个姑爷 按在地上摩擦 果然曹家大姐听说前总管要查 曹子才的工程账本 立刻来提醒这个妹夫 千万不能在账目上被查出大问题 如果没什么大问题 以后可能就会得到重用 至于老头子会把什么样重点的差事交给你呢 这得看你跟前家父关系的深浅 试财傲物可是大忌 知道大事不好的曹子才立刻请前总管喝酒 因为他的账目漏洞太大 十几万大洋的工程款 他竟挪走了四万拿去赌钱 知道大事不妙的曹子才立刻下跪 求前总管大人不计小人过 千万要救救自己 从今往后 我曹子才 一定为您马首示着 安前马后绝无怨言 说戏文的 前总管就是要借查账一事 把这个二姑爷收为自己所用 看到他这样的态度 前总管知道火候已经差不多了 到九 第二天一早 前总管就拿来一张四万元的银票 说这是自己从别的商铺拆对的 可以不收他的利息 不过还是要写张借条 但令前总管没有想到的是 他的行为正中了曹子才的计策 看到这个姑爷拿出的账本 正是自己这些年从曹家顺走的钱 用曹勇冒汤的水 养您自家之中 这张手不错啊 前总管利用二十年的时间 差不多摊了曹家一百多万的大洋 曹子才本来不想这么早就对付他 可是他却处处给曹子才是绊子 那就怪不得曹子才心狠了 不要随意轻视 出现在你生活中的任何一个人 因为任何一个人 都有可能成为你的九年人 我是孙 这次轮到前总管给他下跪了 但曹子才并不准备放过他 因为他和曹子才是一类人 如果斩草不出根 必然春风吹又生 曹子才告诉他 只有他死了 才能保住老婆孩子的荣华富贵 才能保住这么多年的好名声 前总管怎么能想到 自己曾经收留的这个 被赶出门的孟家老四 本来想为自己所用 不料却成了自己的所命鬼 第二天一早 前总管就溺水而亡 除了曹子才知道原因 其他人都以为是前总管酒后 失足落水 自此以后 曹家总管的位置 自然落到曹子才的身上 这个消息很快在自流井传开 正所谓只子莫如母 上门女婿为了掌管家业 为茶不思饭不想的老丈人 送来一剂良药 听说只要吃了以后 这浑身通胆百病消灭 老曹一听马上来的兴趣 女婿立刻揭开盖部 竟是一套烟具 搞定了老丈人 曹家大小事宜全由 这个上门女婿曹子才接管 不过此时川岩受到海岩的影响 销量并不乐观 他马上联合当地 袍阁堂口的文大爷 准备贩卖丝盐 反与丝盐 丝盐又怎么了 每年自流井熬处的 捆盐和丝盐 它都在一口过 你不下手咬它 自有旁人动手 文大爷虽说动心 但知道这也是犯法的勾当 堂口的实力毕竟有限 曹子才让他放心 如果能让盐务局的严谨护送 自然能万无一时 曹子才又来说服 盐务局局长夏清成 见老夏不为所动 他立马奉上一杆缅甸玉枪 送礼就要投其所好 看到如此贵重的礼物 夏局长露出了 标志性的包牙 刚才还一本正经的他 立刻就变了一副嘴脸 不过老夏不理解 为何让袍哥堂口加入 此事尚不得台面 唐若世青泄露 总得有一杯过 堂口最合适 从 三方鼎立合作 思言销往颠前方向 而且又换回大量的烟土 只是两趟就赚取了 意想不到的财富 不过几人并不满足 准备让自留紧所有商户 为他们短言 好好好 我同意你们二位 扩大运销规模的意思 不过姜还是老的辣 如果扩大规模 必须要加入一个有分量的官员 胡土山 胡主任 随后召集所有言商开会 但是身为会长的 孟大太太已经秀出了他们的伎俩 为了不与他们同流合污 当众一言不发地离开 其他人也不敢轻易与他们合作 不过曾经身为孟家养子的草子 才还有办法 孟武都当这只鸡蛋了 还手练缝的 也不过除了我以外 旁人看不见了 现在我们给这条缝里 下条曲 让它从里往外来 这个排行老六的养子 没事就和他三娘喝酒 这天却动起了歪心思 看他三娘连话都说不利索了 说要扶他到床上休息 刚躺下就来了的亲密接触 而且三娘还没有任何反应 紧张的老六确定门外没人 直接就对他三娘上下气嘴 不料守寡多年的三娘突然清醒 老六 你也太放肆了 你全熊心放肆了 老六小时候是被三娘捡回来的 心里一直喜欢着他 三娘不听他的胡说八道 还说要把大娘叫过来 好好教训他一番 老六听到大娘就像老鼠见了猫 马上给三娘磕头赔罪 跟警官 孟家的六个养子真是个不相同 不过老六和老四算是一丘之合 五个哥哥相继离开孟武德堂 只留下老六这个少东家 所以老四来拉拢他做四言生意 但老六现在却没心思喝酒 一心想着新来戏斑的头牌 他们说呀 这个小月丘唱的那个好哟 能把你心尖的都要唱酥 那个眼神更是绝 说是啊 能把你的魂都给你勾出来 老四和他当了这么多年的兄弟 怎能不知道他的爱好 当即拍手示意 随后一个身着气袍的妙龄少女推门而入 老四介绍说这就是红遍穿男的小月丘 好看 好看 惊为天然啊 老六看着都快流口水了 紧接着小月丘开始了表演 弯弯的眼睛 上翘的嘴角 优雅的身姿 老六都有些魂不守舍了 异曲结束之后 老四直接掏出一百两的银票 说是老六赏给他的 阔绰的出手让小月丘当场折服 不过老四要和老六谈正事 让他先退下 好色的老六还有些恋恋不舍 老四告诉他 如果看上了就索性把他包下来 租个小院再给他一笔钱 到时候就能随心所欲了 那得多少钱 嗯 万万块钱足矣了 虽然老六现在是孟府的少东家 但是这样的数目他想都不敢想 老四就是要用小月丘勾起老六的赚钱欲望 紧接着告诉他 现在有个赚大钱的机会就在眼前 四哥 你教教我 怎么做 老四让老六不能动用孟家的钱 先去别家钱庄拆队三十万大洋 然后去大量勾进卤水 再挑选孟家看管松懈的紧躁之言 成品言悄悄挡给曹家 用曹家的名义出售给刨哥堂口成立的祥和泰盐号 悄无声息地就把钱挣了 老六乐得都合不拢嘴了 不知怎么感谢四哥 但是老四反而要感谢他 那年你要不把我告发了的话 说不定我现在还蹲在孟武德堂的总账房里边打算吧 哪会有现在的飞黄腾达呀 老六的小聪明怎么能斗过老四的算计 让老六贩卖四言只是老四扳倒孟家的第一步 你见过哥哥把弟弟当枪使吗 四哥知道六弟马上就要来了 立刻和堂口的文大爷唱起了双簧 为的就是让老六熬出的十万弹丝言卖不出去 显日金不一样了 来我这儿躲盐的人门槛都要给老四给踩塌了 文大爷这个笔七已经收够了八言 如果老四再下个笔七一次性提供三十万弹 那文大爷就收他家的盐 随后便拂袖而去 听到这些话的老六瞬间就不淡定了 老四继续演戏 自己现在有五万弹 下个笔七前还能烧出五万弹 如果老六能再赶制出十万弹 那下个笔七就能一起交货了 可是老六怕做这么多 迟早被大娘发现 买不来钱在 卖不出货在 那些盐又不会送 有什么好担心的 老四最后拿出老六的把柄 是不是那个小月秋珊瑚你 赶紧把那十万弹盐换了钱 好捐块跟他私奔了 几句话就戳到老六的软肋 老六为了出货只能继续煮盐 一个笔七的时间 老六又拆对了三十万大洋 煮出十万弹的八盐 当他再来找四哥的时候 却被告知曹家在重庆的盐号出事了 老四连夜去了重庆 不知何时才能回来 然而老四就是要拖时间 让孟家的盐一弹都卖不出去 老六转头来找文大爷 准备打九折卖给他 但文大爷这时把事业叫了进来 这两天收了多少盐了 差不多二十五万弹 老六察觉到了不对劲 文大爷告诉他 文大爷是袍哥堂口老大 老六只能乖乖听话 令老六更没想到的是 自己包的戏子小月秋也没了综艺 来到戏馆才得知 戏班昨天连夜就离开了自留警 另一边 没收到工资的员工都来找孟大太太 老六私自主研的秘密立刻就暴露了 经过调查 幸亏言还都在 孟大太太立刻叫来老六问话 自知暴露的老六解释道 我还不是想替伍德汤赚些钱回来 你把盐盾给停滚 这些钱你赚在手里睡得安稳吗 好不容易成为邵东家的老六 又被贬为了账房先生 孟大太太让汤总管约上盐商卖盐 得到消息的老四给了文大爷一张银条 让他转交给那些盐商 要让盐商对孟家狠狠地削价 如果再添点钱 别说让他们几个削价了 就是让他们给你做归影儿子 他们都要干 汤总管无功而返 如果再卖不出盐 孟家的情况就危险了 因为老六烧出的盐成本巨大 而且如果自己网出运盐 还需要补交巨额的税款 要想整垮以盐业生意为主的孟家 盐务局局长是个不错的切入口 共同贩卖私盐让下局长尝到了甜头 老四接着又给不是本地人的下局长出主意 在自留警到一方小啊 免得总是到这种地方来解决个人问题 听老四说起这个话题 下局长不禁感叹 嘴里不住地说着可惜可惜 看下局长没有上钩 老四必须要捅破这层窗户纸了 准备把孟武德堂的唯一养女孟若英推荐给他 李妹妹 听老四主动这样说 下局长也不藏着掖着 说自己看中的就是这个女人 但可惜的是 她早早地就成了寡妇 老四看她这么感兴趣 立刻就给她说出一个秘密 孟若英的花轿还没到婆家 那个劳病鬼丈夫就去世了 她只有寡妇之名 但却没有寡妇之识 只要你点头 这时候叫我去办 明天就前任上门提亲 孟大太太本就愧对孟若英 面对媒婆提亲 丝毫不为所动 四个字 绝不可能 老四早已猜到结局 只是要给这个结局添泻调料 把言语编顺了 说像 这钱就是你的 当晚老四正和下局长喝酒 媒婆不早不晚地来找老四 两人在门外故意高声对话 下局长在屋里听得清清楚楚 孟老太婆 骂人家下局长 也不撒头尿 照一下自己长得什么样子 就跟被猪捡了脸 被门夹了脑袋 没什么两样 小声点小声点啊 媒婆变着法地骂下局长 下局长把账全算在了孟家的头上 等到老四再回到房间时 下局长的脸比猪腰子都难看 看来刚才的一番话已经起到了作用 老四继续添油加醋 未必然这口恶气 咱们就这么吞了 可是下局长并没有要马上收拾孟家的意思 但却成为他心中的一根刺 另一边 已经加入我党的孟老二接到任务 正在护送特派员赶往自留警 心里的老二听到不远处传来声音 随后赶紧拉着特派员躲到了树林里 没过一会儿 一支白军的军队就迎面经过 老二隐约看到带头的军官很像自己的武帝 面对延商送来的五根金条 一向贪财的延务局局长就像变了一个人 不仅不收反而讽刺延商 原来是因为下局长想娶孟家阳女孟若英做起 遭到孟大太太的反对 为了运销老六烧制出的巨量丝严 孟大太太只能走一步险棋了 那就是来到孟家旗下的两家钱庄 抽几十万的本金来周转 但是钱庄的本金只有五十万 其他都是储户的钱 如果走漏风声引来储户几对现金 那两家钱庄瞬间就会倒闭 这件事情 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 没有外系的可能 然而被赶出孟府的老四非常了解孟 让袍哥堂口大量收购孟家钱庄的集队票 加五粒子金在票额上 有多少收多少 别让人查队出来就行 你要做什么 虽然老四猜到孟家很可能会抽钱庄的本金 但他现在还不能缺点 随后找来还在孟府的老六 但老六就是因为听信他四哥的鬼话 才烧制了四十万弹四言 从而造成了孟府现在的困境 不过老四三言两语就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 反而劝老六应该帮助孟家渡过难关才是 别让孟家就这样垮了 老六也不傻 知道就算孟家暂时歇业 但还有两家钱庄 垮不了 那可未必啊 垮恐怕就是从钱庄垮起 你什么意思啊 老四拿出一张收回来的集队票 说有人暗中大量收购 让他拿回去看看孟奴的反应 我来转告 我再告诉你什么意思 不仅如此 还能告诉他到底是谁在背后为难孟家 自以为聪明的老六又中了老四的计策 把消息告诉了孟母 然后便转身出门 但并没有离开 因为他也想知道孟家到底会不会垮掉 然后再另谋出路 莫非抽本金也是走漏了风声 老六听到后一阵后爬 看来孟家到了存亡之际 马上来给四哥回复 我也就听说了一句 说什么抽本金走漏了风声 够了 我要的就是这句话 请回吧 老六追问到底是谁在背后为难孟家 但结果却让他意外 我 你 老六啊 不是四哥我贬损你 你真的不是快做生意的料 被孟家赶出门的杨子为了扳倒孟府 准备击垮现在孟家唯一的依靠 也就是孟家旗下的两家钱庄 把五十三万级对票 有多有少分给三拨三十球 先让十人一起涌进钱庄兑换现金 然后立刻去茶馆酒楼等人多的地方 你大肆散布得渊钱庄 抽走本金已经空葬的消息 随后再让剩余两拨人依次涌入钱庄 造成去晚了就无法兑换现金的态势 汤总管没想到这一天还是来了 不过还是嘱咐钱庄经理 让下面人摆出一副现金充裕的假象来应对 这招算是稳住了局面 一时间没有造成恐慌性挤兑 老四在钱庄对面观察着情况 胸有成竹的下令 把之前散布消息的兄弟都叫回来 堵在钱庄的大门前 目的是吸引手中握有 得渊钱庄成队会票的大总客 前来进来 明白 靠他们手里的集对票 当然抽不空一个钱庄 只要能造成恐慌 他们手里的集对票 就是四两拨千斤的关键 此时有个伙计从钱庄匆忙离开 向坐镇孟府的孟大太太报告情况 孟大太太知道 必须要使出最后的对策 让伙计从府中取出四个张目箱 把石头铺在箱底 然后从总账房调出仅有的十万 十万现金铺在上头 大张其舞的 到多元钱庄去 伙计们立刻抬着四个箱子来到钱庄 这有些出乎老四的意料 四四一百六十万 子彩兄 你让我看的这台戏是不是该收场了 老四有些想不通 因为孟家从来不存放这么多的现金 正在此时 孟家的汤总管出来辟谣 让大家不要恐慌 汤总管中气十足 兑换现金的储户马上就放心了 不过楼上的老四却笑了 立刻就看出了猫腻 另一家钱庄马上也遭到恐慌性挤兑 然而孟大太太现在也是无计可施 两家钱庄门口被围得水泄不通 前来兑换的储户越来越多 汤总管赶忙从后门出来 回去和孟大太太商量对策 此时恰好一位不速之客登门拜访 盐务局局长夏清成 一直享受孟家羊女孟若英为钱 在这个关键时刻又派小舅子来提亲 准备从官库提出三百万的现大羊来帮助孟府 而且可以减免孟府四十万代言的盐税 作为交换 孟家要让孟若英嫁给夏清成 七天之后就来迎亲 那你就回了这个夏清成的话 这碗汤圆水 我端给他 应了 先应着 孟大太太为了保住孟武德堂 只能先答应这个耻辱的条件 不过这只是缓兵之计 紧接着就派下人去找身为营长的孟家老大 让孟老大带着兵马立刻回来 我要让他的枪杆子震慑震慑震慑 这些肆无忌惮的 算计我孟武德堂的人 就在孟家存亡之际 盐务局夏局长派小舅子前来提亲 用三百万现银作为交易 七天之后来迎娶孟家养女孟若英 孟母为了渡过难关 暂时口头答应了夏局长的要求 但立刻就让下人去叫身为营长的大少爷 希望用枪杆子震慑住夏局长这样的小人 然而下人却扑了个空 大少爷的部队五天前就开拔了 我到哪里去了 他们说是军事机密 不告诉我 真是老天觉我孟武德堂了 乌露偏逢连夜雨 就在前一天 孟家老二悄悄回到了自留井 得知若英成了寡妇 让三娘帮忙把若英带出来见一面 三娘立刻就答应了 因为多年前是他告发了老二和若英的私奔消息 两人被拆散 他有脱不开的关系 当天晚上 三娘悄悄地把若英带出孟府 两人连夜就逃出了自留井 来到老二在成都打工的饭馆 两人晚上就隔门而睡 白天就在饭店打工 被拆散的两人终于过上了安稳的日子 可是孟家马上就要遭受灭顶之灾了 大少爷的军队杳无音信 孟若英又离家出走 夏局长到了七县一定会查封孟家 得知厉害关系的三太太也不敢隐瞒 他们两个去哪了 成都 成都 祠堂街一家什么饭庄 老二在那儿做伙计 这天一早 孟若英刚到门口就呆住了 赶忙躲到了孟天韵的身后 孟母把来龙去脉都说清楚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若英嫁给夏局长 才千里迢迢来求若英跟自己回去 可你这是要拿若英去做交易啊 一生要强的孟大太太愧对这两个孩子 她最后悔的就是把两人拆散 如果当初她不插手阻拦 现在孟府也不会遇到这样的灾难 虽然孟母满脸真诚地悔过 但孟天韵说什么都不答应 我用了酷银 可以协商 转成高息借贷 干什么非得扯上若英的 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 夏局长早已盯上了若英 如果这次不得手 她一定会想尽办法对付孟府 茶封拍卖孟府财产是必然的 孟母告诉他们 自己能做的就是在茶封前烧掉孟府 然后再悬梁自尽 孟大太太回到孟府之后 换上了效应 把仅有的献大羊都拿了出来 分发给夏人之后 把他们都赶了出去 与此同时 孟若英悄悄地离开了孟天韵 故事一人回到了自留井 孟若英一辈子的心愿就是嫁给二哥 但是这个心愿只能留在夏辈子了 等孟若英回到孟府的时候 恰好发现孟母准备自尽 因为这天就是夏局长的迎娶期限 当天晚上 若英再次成为了新娘 今天之后 她的噩梦才算刚刚开始 另一边的孟天韵强压着心中的怒火 把夏局长当成了烂菜叶 就算碎尸万段都不解恨 这一幕恰好被常来找她的文艺家看到 文艺家对孟天韵倾默已久 不愿意看到她这么难过 希望能帮她分担一些痛苦 是不是因为你妹妹的事 孟天韵终于停了下来 文艺家不知如何劝说 便被起了普希金的诗句 孟天韵也开始背诵诗句 心中的愤怒也消除了几分 文艺家随后从书包中拿出一张照片 这是我的照片 送给你 刚刚失去挚爱的孟天韵并没有接受 但文艺家的举动 还是在她心中激起了波澜 然而另一边的孟府 也再没有了往日的瓶颈 天作孽有可为 自作孽不可活 这个少爷对三娘的丫鬟 芝子垂涎已久 芝子 嗯 你多大了 虚岁十九了 哦 大姑娘了 嗯 男人悄悄来到芝子的身边 猥琐地闻了闻味道 芝子吓得赶忙起身 却被男人一把搂了回来 你最近些火大 你得帮我歇一歇 少爷 你放开我 我喊人了 你要干啥 我掐死你了 芝子吓得不敢再出声 男人把芝子抱到床上 开始了畜生行为 另一边的三娘正在和三少奶奶聊天 让丫鬟回屋取一条手帕过来 当丫鬟推开门却看不到芝子 芝子 三娘听到声音立马赶了过来 正看到衣衫不整的六少爷 我跟他闹着玩呢 没过一会儿 人们就发现芝子已经跳紧 小帅得知是六少爷 把自己的未婚妻糟蹋 气得差点咬碎自己的牙齿 直接从窗户闯入了老六的房间 二话不说就开打 养尊处优的老六 怎么能是小帅的对手 小帅不计后果地痛下杀招 门外的下人听到动静 赶紧踹开房门 小帅怕被抓到急忙逃走 幸好老六也已经失去了男人的尊严 得知真相的孟大太太并没有追究小帅 而且让汤总管好生安葬侄子 并给侄子的父母一笔养老钱 此时老六也被绑了进来 孟母极其后悔收养这么一个畜生 文远 你下世不要再做人 你应该是一个畜生 等待老六的结局就是被乱棍打死 不过孟母允许他临终再说三句话 老六知道自己犯下大错 希望孟母饶自己一命 老六为了活命继续求饶 老六此时才说出是老四在背后为难孟家 想换条生路 随后下人把老六拖到河边乱棍打死 但是当汤总管查看时 老六还有微弱的生命迹象 汤总管不忍在下手 就是因为他的心软 才有了后来的麻烦 另一边 因为特派员错误的判断 让我党在自留警的地下成员几乎全军覆没 在成都的老二临危受命 组织让他立刻返回自留警 重新恢复自留警特制并主持工作 为了掩护工作 组织上想让他回去开个大酒楼 这样更利于渗透和瓦解自留警的上层社会 丁先生还告诉孟天运一个重要消息 他的五弟在苏区打伤卫兵逃走后 投入了他大哥孟天成的白军部队 而且屡历战功 已经成为了少校 并且加入了国民党 鉴于孟天睦知道道梁谋饭庄的性质 所以不得不放弃这个交通站 而且自留警特制已经支离破碎 还需要孟天运自己去恢复 令孟天运没有想到的是 来街头的竟是自己的高中同学赵国东 孟天运告诉他 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开间大酒楼来掩护工作 兄弟俩久别重逢到五星级酒楼吃饭 还没冻筷子 二哥就开始挨个点亭桌上的菜 看着二哥专业的点评 四弟都呆了 这里也算是当地数一数二的酒楼 竟然每道菜都做得稀里糊涂 酒楼经理也是连忙赔不试 这桌菜全免了 你以为我是来饿你这桌菜的 老二让他赶紧出去 不要坏了兄弟俩的兴致 四弟看到二哥这副做派 不由地感叹 身上多出了几分犀利之气 不该不行啊 原来那副样子 在江湖上是混不下去的 奸诈的老四还不知二哥重回故里的缘由 变着发地打探着他的过往 可是二哥一句瞎混就打发了他 不过四弟更关心他离开孟家的真实原因 老二经过这些年的历练 演技倒是有了提升 你以为我当这个武德堂的少东家是个什么 那就是个百事 大事小情了 没有一样我能做得了主 受尽了憋屈 被赶出孟府的老四看到二哥这样 算是松了一口气 继续追问二哥是否对妹妹孟若英还有执念 这么多年的感情 老二没有牵挂那是假的 不过为了让老四放心 老二特意拿出文艺家给他的照片 看到这样的外貌 四弟确信无疑了 那二哥这次回来还是冲着武德堂吗 你要是无端被人扇了几巴掌 你会怎么做呢 懂了 一番试探下来 老四确定这个二哥现在和自己一样 深深地痛恨着孟武德堂 想拉拢他到曹家 然后一起对付孟家 不过老二却对炎夜生意没有兴趣 这次回来就是要开一间顶好的大酒楼 广交江湖朋友 谈风月 论诗文 再创几道新食菜 岂不快再 老四这才明白二哥刚才对菜品说的头头是道 转念一想 二哥 酒楼何时开张 可有辜货人 怎么 你有兴趣 当然想入一股 老二正愁没钱开张 而且还想要利用老四在当地的人脉 费了这么多的唾沫 这个老四终于上钩了 不过老二还摆出一副不急不躁的表情 这样 你我兄弟 碗底开花 对半骨火 不缺钱的老四让二哥开架 老二稍作思考伸出五根手指 五万啊 又不是开当铺 五千足以 我认 只要是让孟武得他不快的事情 哪怕鸡毛算品 我曹子才向来不敢扔 搞定酒楼的资金问题 老二立刻就开始寻找唯一的交通员 通过秘密的街头暗语 终于在一家酒坊找到了街头人 我的代号叫木独 用刚才这套暗语和我联系的 一定是新来的商业 我是养老五 酒坊正好可以借着给酒楼送酒的名义 把信息藏在酒坊的家层里 孟老二一边恢复我党在自留警的特质 一边张罗酒楼的开张 当天来到孟家送请柬的时候 得知了这些年发生的事情 接连的变故让孟母一病不起 宽厚的老二让汤总管转告孟大太太 可是孟大太太却不太相信 当初老二愤然离开 而且自己亲手拆散她和若英 如今突然回来却不回孟家 她怎么想都想不通 老二随后来请夏局长 不料夏局长看到请柬后直接死了 然后回到屋里把老婆的衣服罢了 下局长以为孟老二这次回来 一定是冲着他妹妹若英来的 为了保险 夏局长立刻让小舅子去找刨哥堂口 在这个混乱的年代做生意能有多难 一家饭庄刚刚开业 一大群乞丐就直接跪到饭庄门前 这正是对面刨哥堂口的杰作 我倒要看看这孟二少爷 是如何消灾关门收场的 这个饭庄的老板 曾经是严商首富的少东家 马上就认出这些乞丐是像麻子的手下 他不仅没有生气 反而感谢大家前来捧场 见众人一声不吭 孟二爷立刻拿出准备好的铜钱 大把大把地撒在这群乞丐的面前 然而他们却视而不见 没有一个人弯腰捡钱 后厨马上端出准备好的饭菜 一大盆炒菜和一大盆米饭 摆到乞丐们的面前 众人依然是没有反应 孟二爷一猜定是有人在背后缩食 心中已经有了主意 首先告诉围观的吃瓜群众 自己已经是以礼相待了 但他们却是一声不吭 孟二爷说爸立刻下令 头灶二灶三灶 真锅 把开水提上来 这些兄弟啊 身上的臭种狮子太多 皮肉太硬 老子要不给他们烫一下 他们也不舒服 后厨立马又提出两大桶开水 孟二爷直接摇起一大瓢开水 老子今天亲自伺候你们 对面的文大爷真是没想到 一瓢开水就解决了自己不下的局 不得不开始想新招 向麻子 赶紧切身 老子给你定个规矩 向麻子也被孟二爷的气势震住了 跟着回到了饭庄里 孟二爷依然威严 不过还是给了向麻子二十两个银票 而且还承诺 每天酒楼剩下的神仙菜全都归他们 但前提是个做个的生意 孟二爷这套软硬坚实相当管用 不仅解决了这次危机 还收获了像麻子这个小谜底 此时饭庄的股东 也是孟二爷的四弟姗姗来吃 问二哥为什么开张之日没有客人呢 二哥告诉他如果早来一步 还能看出好戏 哪个胆子那么肥啊 才到我们兄弟地盘上来了 二哥让他去对面问问就清楚了 半句话没说到 招呼打完了打完了 老四一直与刨哥堂口和盐务局 有利益往来 关系非同一般 而且老四告诉他们 孟老二这次回来 绝不是报复下局长的 而是要报复孟家 今天的过招 让堂口老大文大爷 对孟老二刮目相看 能不能帮我递个话 叫他不如害袍哥算 老四黑黑一笑 让文大爷最好自己去说 好 老的初八嫁女 就把堂子摆在他天下滋味 我交下他这朋友了 头顶礼貌的都不是一般人 孟二爷的饭妆日渐兴隆 这天来给黑帮老大送礼 江湖的规矩嘛 我也略知一二 知恩图报 请笑纳 文大爷非常看重 孟老二的能力和人品 看他对自己礼遇有加 当即想拉他入帮会 只要他点头 立刻就能坐上堂口的 第五把交椅 孟二爷却是低头不语 文大爷以为 他是看不上这个位置 立刻改口 让他坐堂口的三爷 孟二爷依旧笑而不答 此时门外传来吵闹声 那个年代的堂口 不仅仅是黑帮 还是人们私下断案的地方 今天是一位盐商为了争地 逼死一个男人 老丈人把盐商盗上了堂口 文大爷今天要让孟二爷入会 让他们改天再来 但孟二爷却叫住了手下 文大爷也想再试试 孟二爷的能力 孟二爷看完争地契约 发现了端倪 言商王洪顺看上了 胡打鱼女婿周老妖的一块底 请中间人夜半先拟了这份契约 王洪顺与周老妖非亲非故 但是契约上却写着 要把地无常地送给他 胡打鱼说他女婿不识字 这分明就是一份阴阳合同 但王洪顺却说按了手印就得认长 你不要太张晃 我拿杨文写个契约 说要送你两方婆娘 喊你签字花呀 你敢签吗 王洪顺背对得哑口无言 孟二爷在喊来中间人夜半先 告诉他 因为阴阳合同逼死人要吃官司的 夜半先吓得直接说出真相 是王洪顺给了自己三百个大羊 自己才这么做的 付出五分钟 孟二爷就把来龙去卖里清了 周老妖吃了哑巴亏才被逼死 那么责任就得找写契约的夜半先承担 孟二爷给他两个选择 要么吃人命官司 要么就拿出三百块大羊后葬周老妖 夜半先还有些犹豫 一旁的文大爷拿起杯盖 我掏钱 虽然周老妖按了手印 契约在明面上是算数的 但王洪顺是使用下三滥的手段才得逞 孟二爷告诉他 如果他敢按照契约行事 王洪顺没了刚才的嚣张 准备给周家赔偿一千大羊 周家同意但孟二爷还不太同意 让王洪顺改签契约 按照严厂的旧规 以后那口严谨的收益 周家要分三成 王洪顺只能答应 众人也是纷纷点头 文大爷 你看我这么短行吗 好 就按孟二爷说的办 另一边 在东阳留学的孟老三 终于回到了自留景 可是让大家没有想到的是 留学之前就已经成亲的老三 又带回一个女人 而且从来没有在心中提起 我来介绍一下 这位呢是我太太 孟千鹤 尴尬的气氛瞬间包围住几人 但男人却是满面春光 原来就在多年前的一天 孟家大少爷带着部队荣归故里 孟母宴请当地各界名流 不料孟老大竟然当众提亲 就是燕先生的千金 燕之秋 得知这个消息 大家的笑容逐渐消失 因为孟老三一直和燕之秋情投意合 两人已经私定终身 常年在外的大哥毫不知情 老三马上来部队驻地找大哥解释 我是说我们早就暗定终身 等我考上这个官废留学生 我们就回自留景举办婚礼 然后一块去日本 还没等老三说完 孟老大直接掀翻桌子 然后抓住老三的衣领 把我屁下的朋友推给你 亏你想得出来 孟老大认定 燕家先收了自己的聘礼 那燕之秋就是属于自己的 老三为了心上人据理力争 一改往日书生形象 但孟老大一直也不是个省油的灯 燕之秋我取定了 任何人居想阻拦 我还就告诉你 燕之秋 他属于我 你想都不要想 老大立刻让人把老三绑了 而且还威胁老三 七天之后自己就要回去迎亲 如果还敢阻拦 另一边 一直暗恋老三的曹大欢 终于等来了机会 让老曹带着他的八字去孟家提亲 孟家势自留锦 言商首付 曹家则一直屈居第二 两家能够联姻 对两家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 不论老三怎么拒绝 孟母都要行使父母之命 曹大欢知道老三并不喜欢自己 不会轻易答应这门婚事 于是找来被赶出孟府的孟老四 提出一个诱人的条件 我让老爷子把曹二欢许给你 入赘曹永冒堂 条件呢 曹大欢告诉孟老四整件事的来龙去脉 然后说出了条件 想尽一切办法让他们逃婚私奔 只要他们两个一动脚步子 咱俩这桩生意就算做成了 老四立刻联合老六 来劝老三和燕之秋私奔 经过老四的一番劝说 老三最终决定私奔 之秋 别赶了 而且老四给他们准备好船只 让他们走水路 一旦进入长江 你们就彻底自由了 老三和燕之秋还在 憧憬着自由的爱情 不料老四已经把他们的行踪 告诉了曹大欢 孟老大的部队早已在桥上等候 老三不出意外地被关了禁笔 绝望的燕之秋选择了殉情 告诉天雪少女 姐姐来师 在做她的女神 等一旁的弟弟反应过来时 姐 燕之秋已经跳到了河里 没过几天 孟家就迎娶了曹大欢 就在新婚之夜 洞房里传来了哭泣声 原来老三并没有离家出走 而是整夜都把自己关在书房里 画着已孤的未婚妻燕之秋 二哥非常理解三弟 因为他也有一个爱而不得的人 但他还是宽慰三弟 失去之秋你心里很难受 但是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哪能一帆风暑 不能就此一蹶不振 听到二哥劝说 老三知道现在最好的选择 就是离开这个让人伤心的家庭 完成自己的留学梦 曹大欢也只能盼望天雪早日学成归来 饭店老板借着在黑帮断案 取得了绝大多数穷人的信任 孟老二的计划也逐渐开始 我要一石二鸟做大事 饭店老板只是他的表面工作 他的真实身份 是我党在自留警的负责人 这次就要借着给周老腰断案的由头 给严工办一所夜校 交严工认字 理由就是免得日后 因为不认字而闹出人命 而且上夜校免费 这举动有点太张扬了吧 对外就宣称是因为 我赚了钱想做膳事 孟老二马上来到母校蜀峰中学 和校长商量办夜校 老学究听他这么单纯的目的 当即就欣然答应 但是当开课的时候 居然没有严工过来学习 我让你找的人呢 先头答应来上课的人 现在有多不干了 说什么 吃不饱饭啊 哪有什么心思 上课认字 孟老二马上回来想办法 第二天一早 九楼门前出现一个牌子 上面写着严工三文钱管保 马上就吸引来众多严工 凡是吃完饭的严工 必须去夜校上课 等下课之后 给每人一个竹签子 第二天还可以享受 三文钱管保 九楼门前马上就排起长笼 米饭豆花牛肉 严工们高兴得都合不拢嘴了 已经成为少东家的 孟老三看到这番情景 老三这次过来 就是要劝说二哥回孟武德堂 如果他愿意 这个少东家的位置还交给他 可是老二却婉拒了 因为自己已经有了新的志向 老三立刻就猜了个八九不离十 老二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 而且还告诉老三 现在这样可以更好地保护孟武德堂 咱们俩 一个在庙堂 一个在江湖 一个在明 一个在暗 共同对付那些有敌意的对手 这样更加有力 老三听后也不强求了 不过他知道二哥现在做的 三文钱管保绝对赔钱 借口买酒留下两千块大洋 一来可以支持二哥的志向 二来也可以堵住 酒楼合伙人老四的嘴 没过几天 奔着三文钱管保的严工越来越多 酒楼已经开始越赔越多 主要是因为牛肉赔钱 孟老二看着账本突然问道 孟老二听后来的主意 立刻让人去杀牛巷买牛腥牛肝 顺便再捡点牛肚回来 然后转头问曾经的师傅李老二 大厨说完转身就走 孟天运只能自己动手了 天鹅你坏啊 缺了红萝卜 照样办就行 帮路了两个小时 陈师傅开始制作艳皮 切开锅盖 扑鼻的麻辣香味迎面而来 谁得尝第一筷子 我来我来我来 伙计从锅里夹起一块牛杂 趁热放入嘴里 人们都关心味道怎么样 不料伙计一言不发 开始找碗盛米饭 再次回到锅边才告诉大家 这这可太好吃了 这可没想到连叫花子 都不吃的牛杂竟然如此美味 大家纷纷开始动筷子 这时孟天运也浅尝了一口 味道还不够厚 要再弄点牛骨头回来 我这龙汤夹进去就对了 而且这个饭就得就着锅吃 如果咬出来味道就变了 伙计们只吃了几口 额头上已经开始冒汗 天鹅哥 我知道你为什么在里边 放这么多花椒 海椒和香料了 是加牛的兴气对吧 对了 咱们这锅菜叫个什么名 就叫红汤牛杂 好 第二天 酒楼门前又热闹了起来 众多员工围着锅 吃着又麻又辣的红汤牛杂 香气飘出了好几条街 酒楼的三文钱管保 总算是不赔钱了 不过酒楼合伙人看不下去了 孟老四跟二哥合伙 就是为了赚钱 和挤兑孟武德堂 没想到二哥却当起了菩萨 喊着要退股份 二哥告诉他这么做 是为了巨人气 而且又拿出账本 三文钱管保用的是自己赚的钱 不仅如此 前几天老三还出了两千大洋 一起做膳事 红汤牛杂的爆火 有效增加了来上夜校的员工数量 孟天运的理想正在一步一步地实现 就在他们积极发展我党成员的时候 上级下达了最新命令 令孟天运没有想到的是 新的交通员竟然是一直暗恋 孟天运的文艺家 更让他想不到的是 自己的武帝已经成为 四川省国民政府的要员 而且受到了书记长的重用 一个学生打扮的女孩来到车厢 可是这个黑衣人占了自己的座位 他非但不让走 还口吐芬芳 我看你干干净净的 长得也挺正 要不就爱着大爷的大腿坐 对面的孟天目起身让走 而且还把女孩的行李 放到了行李架上 还有守着赵猴 想吃锅巴的人啊 黑衣人的意识嘴贱 换来的却是一杯开水 黑衣人仗着自己有枪 就想横行霸道 不料却碰到了硬茶 只能乖乖地准备 再下一站下车 谢谢你先生 举手之劳 不用乘邪 没过一会儿 车厢又进来一队军警 大家听着 奉亲共委员会命令 盘查每一位女客 这时女孩从包里拿出一本书 借着帮旁边女人报孩子的名义 把书藏到了墙堡中 这才顺利地逃过了亲共检查 但却引起了孟天目的警觉 得知女孩也是到自留警 孟天目趁机打听女孩的情况 女孩的谎话也是张嘴就来 说自己本是成都人 父母不幸在春天的瘟疫中相继去世 自己来叙抚投奔亲戚 不料亲戚早已搬走 打听不到下落的 她这才准备去投奔自留警的表哥 你表哥是颜商 不 她在自留警开了一间酒楼 幸好孟天目此次只是回乡探亲 这才没有追究这个绅士可怜的女孩 多年未归的孟天目算是一锦还乡 孟母赶紧和媳妇们去准备晚宴 三哥孟天许告诉孟天目 二哥也在这呢 也在自留警 在哪 他会自留警的 哦对了 他跟老四开了一个酒楼 另一边 火车上的女孩来到了街头的酒楼 没想到酒楼老板竟是孟天运 孟天运也没想到文艺家来找自己 问他是不是有什么事 这些正是街头的暗语 孟天运这才知道文艺家 就是上级派来的交通员 正在这时 已在四川国民政府任职的 老五孟天目也来到了酒楼 文艺家赶忙说出在火车上的经历 孟天运听后便开启撒谎模式 那年 在成都青阳宫花卉 和情合理的编处表兄妹相认的故事 孟天目也没有深究 不过孟天运还是趁机说出孟天目的经历 文艺家的心中不由的一惊 老五你 为什么离开川北了 我已经秦焕玄车改道了 如今我在国民党四川省党部 调查统计史公职 说的直白点就是 专门收集我党的情报 捧党 政治 这碗饭太复杂了 也只有你能吃得了 孟天运随后就让人把这个所谓的表妹带到后院 因为这些年发生的事情 五弟不得不怀疑他的二哥 那看来我们有必要把所有的意外 一一给理清了 我也正有此意 二哥孟天运向老五诉说了上次分别后发生的事情 而且还拿出两人的合影 就是因为他的原因 自己才被迫离开成都 准备回到自留警搭救妹妹若英 并且告诉老五 我对蓬党 政治 毫无兴趣 成都之行让我迷上了厨艺 我觉得我的能力啊 也就是开个酒楼 政绩平整 开个夜校 开盟穷者 行善既得 表示再能 创制出一两个流传江湖的好菜 此生足矣 以老五对二哥的了解 并没有完全相信他的理由 只能将信将疑 孟天运也连夜复盘了今天发生的事情 让文一家只能将错就错留在自留警 而且要让成都方面把他的背景稍作修改 回到省党部的老五孟天目向书记长报告 自己在自留警发现了我党活动的蛛丝马迹 并且主动请应 我请求调人自留警 在那里建立市党部 将死灰复燃的共挡 扼杀在当下 杀鸡用牛刀 大财享用 书记长非常看重孟天目 并不同意他去一个不好搞政绩的地方任职 这才给了二哥孟天运喘息的机会 二哥孟天运虽然表面上不参与经营 但是任何事情都逃不过他的眼睛 谁见识我们 老四 仅仅是猜测 但是孟武德堂在对手面前 没有什么机密可言 也是事实 因为孟家的对手正是被赶出孟府的老四 如果老三赶走那些监视孟府的乞丐 那就无疑会让老四警觉 不如就让那些乞丐待在那 正好可以帮忙传递假情报 老三算是又学到一招 不过他还有一个问题一直百思不得其解 孟府外地的延号在开市的时候 美金岩的价钱总是比别家高几文钱 如果自家一改价 市面上也跟着改价 似乎每次都比孟家早半步 老三排查过孟府的人 并没有发现吃力爬外的人 但是这个问题已经存在了好几个月了 平常总账房和各个延号是用什么方式联系的 电报啊 不管是平时的销售情况还是定价情况 都是通过电报联络 那问题多半就出在电报上了 可是知道电报内容的都不超过五个人 但二哥提醒他 电报局里经手电文的人可就多了去了 老三这才恍然大悟 但也不知该如何应对 没事 一会儿我教你怎么发密语电报 保证以后不会再出现这种事 果然每次来找二哥都会有意外收获 另一边 高价购买孟家电报的老四发飙了 看来再也没法从价格上制约孟家了 七十九上一下一 这几个数字什么意思 这叫密语电报 那怎么知道他说了些什么 都让你我知道了还叫密语 除了打探不到外地延号的价钱 本地监视的人也只能带回一些表面的信息 其他情况一概不知 有办法知道吗 我 我想办法 还不快去啊 老四时刻都想着怎么能扳倒曾经养育他的孟家 没过几天 机会又来了 为了充实军饷 军队联合盐务局成立护商处 增收护商费 保商费 护商清香费 护商将防费 护商处明明可以直接抢 却还是列出这么多名头 不过这些名目倒是给老四提供了思路 这些账本啊 在他发挥作用的时候 价值 可比账面上记载的数字要大出很多 他还可以杀人 都说富利是人类的第八大奇迹 二十多年前 我欠你一块钱 这利滚利算下来到今天 我敢欠你多少呀 那就按两分利算 一块钱的账 到今天 至少也得二十块 而现在 这个男人就要利用钱清的账本 打倒自己的宿敌孟家 老四提着账本就来到盐务局 下局长正为收不到盐税而着急 毕竟凑不够军饷可不是闹着玩的 老四听后打开箱子 告诉下局长 这里面都是盐商在前清没有交购的盐税 辛亥以后更是以为万事大吉 就以首付孟家为例 二十多年的利滚利下来 可不是一笔小钱 那盘出来有多少 说实话 享受多少 全由局做您的心情而定 下局长还有些没听明白 老四解释道 就以辛亥前一年孟家的基签来说 被换成银元就是一百四十万块 再累加上二十多年的利息 早奔着酒会出去了 这么一算下来 如今几百万盐税的差额就是小问题了 下局长不由地露出了标志性的包牙 然而名不正则言不顺了 追缴官运基签 如何 官运基签 好 我马上成立官运基签追缴处 转眼间 除了老四所在的曹家 其他盐商都收到了官运基签追缴清单 再加上其他子虚无有的税款 盐商们都要倾家荡产了 作为商会会长的孟大太太一时也没了办法 少东家孟老三立刻就来找二哥想办法 老二思来想去 如果盐商屈从了盐务局的政策 那最终受苦的必定还是底层的盐工 所以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 大家团结一心共同抵制这个不合理的官运基签 一 所有的盐商要采取极端行动 听推拔尖 停止生产 动静闹得越大越好 第二 要组成盐商请愿团到重庆 军政府承述苦衷 请政府从中斡旋 第三 是我的杀手锏 我暂时向你保密 二哥向他保证 只要盐商不妥协 那就绝对不会让夏清成如愿 有了主意的孟大太太马上开会 所有盐商一致同意停工抗议 而且推举出孟家老三带头组成请愿团 一切都安排就绪 大家才发现唯独曹家代表没有出席 那就赶紧把商会的停推罢监令 知会给他们 曹家大小姐得知消息后马上回到娘家 劝老曹千万不能和所有盐商对立 现在所有盐商都因为官运基签要停推罢监 那么盐务局不仅收不到官运基签 反而会少了正常的盐税 夏清成第一个念头 就是要找始作俑者说紫约 如果其他盐商都知道了是曹子财在背后捣鬼 那曹家再也无法在自留警立足了 智者千律啊 这个这一事怎么没算到呢 哎呀 你还傻坐在这里干什么 赶紧脚底下抹油溜啊 当天晚上 曹子财就坐上莫班火车离开了自留警 第二天 所有盐商集体停工 没有一个人来缴纳官运基签 而且夏局长也知道曹子财溜了 一时不知如何来收场 另一边 孟老二的杀手锏就是通过已经成立的盐工工会 组织一场全体盐工的罢工行动 不仅要抵制盐税局的不合理税款 还要趁机争取盐工的权益 如果我出现了意外 自留警特职 由徐三代同志领导 盐务局下局长来找会长孟大太太商量复工 不料一开口却惊呆重人 下局长使用下三滥的手段将孟家小姐骗到手 丈母娘对这个女婿自然恨之入伍 谁知夏局长还大言不惭地想让商会先复工 再商量税款问题 妈 看在我这女婿的面子上 帮我这一回好不好 夏局长不提还好 提到孟小姐更让孟母难过 更加不会让商会先复工 夏局长灰溜溜地回到盐务局 准备用查封孟家警造来威胁 夏局长的小舅子立刻带上盐警去查封 谁知迎面走来众多盐工 举着横幅在游行示威 要求减免盐商税款 增加援延的盐价 改善盐工待遇 孟老三为代表的请愿团 也每月堵在重庆政府门前 加上盐商和盐工的罢工 自留警的事情马上就占据了头版头条 在省党部的孟老五再次请示书记长 要求到自留警成立市党部 因为盐工的集体罢工并不像自发行为 我怕 共党的势力会在盐厂内 自以满言 书记长立刻请示中职位 另一边 下局长也收到了川康盐务总局的电报 让他尽快平息事端 不然就让他背锅 下局长苟急跳墙 让盐锦和保安署包围了盐业会馆 直到复工才能把盐商放出来 孟老二立刻下令 让盐工对盐锦进行反向包围 只抗议不动粗 保安署很快就查到盐工总工会代表是孟天韵 花钱请盐工识字 赔钱请盐工吃饭 接着鼓道盐工暴动就摆 这是什么行为 这是减薪的共当行政 当天晚上 下局长就来了个三堂会审 孟母万万没想到会以这样的方式再见自己的样子 你瘦了 您看上去 很累 陪一群小人折磨 能不累吗 下局长迫不及待地切入正体 让商会和盐工尽快复工 自己也会想办法实现他们的请求 不过还需要些时间 孟天韵毫不畏惧地说道 就算商会答应复工 只要没有满足盐工提出的 提高盐价 增加薪水 改善待遇三项主张 休想复工 下局长脸色一变 软得不行就来硬的 立刻就绑了孟天韵 第二天一早 全市的学生也加入到了游行队伍 下局长心中盘算 如果布莱尼寄猛药 看来是压制不住局面了 让孟天韵的手下给盐工们代华 要么让盐工立刻复工 然后释放孟天韵 要么就等着给孟天韵收尸 孟家总管知道后立刻来到电报局 给军队的孟老大和省党部的孟老五发加急电报 希望他们能救下这个兄弟 很快到了第二天中午 下局长临时改了主意 他并不想拉上命战 押送孟老二的轿子被盐工拦了下来 就在盐工和保安署僵持之际 孟家大少爷带着军队终于赶到了 知道轿子里正式压着二弟 马上让手下包围了保安署的人 但是轿子里并没有人 面对孟老大的质问 他们也不敢隐瞒 盐务局下局长使用调虎的衣衫 他已经把人送到重庆 孟老大一行人立即赶往盐务局 然而就在盐务局的后院 孟老二马上就要被押往重庆了 此时一群黑衣人赶了过来 带头的正是孟家的老五 他已经被正式任命 中国国民党自留警示党部书记长 孟天木 老五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救二哥 顺便还把下局长押了起来 正当兄弟二人要离开时 孟老三也从重庆赶了回来 同行的市政委员会主任告诉孟天木 下局长背景很复杂 他的老丈人与孔家沾亲 下手不能太狠 随后孟老三给他们介绍 重庆派来了新的盐务局局长陈武明 此人正是自己在日本留学时最好的同学 如此一来 孟家再也不惧怕自留警的小人作乱了 此时孟老大也赶来了盐务局 孟家的六个养子虽说是各有不同 但在关键时刻还是体现了兄弟情深 不过他们并没有忘记 养母孟大太太还被关在盐业会馆 所有事情的起因就是官运击欠账本 今天不止要烧掉这些账本 还要废除多项不合理税费 同时也公布了对蛀虫下清城的处罚 先降为普通司员 待查清楚账目后再做惩治 这个结果可谓是大快人心 看到养子这么出息 孟母虽然高兴 但并不想利用儿子手中的权利 咱们呢不去做那些官商勾结的事情 难得孟家回来这么多人 老五准备把妹妹若英叫回来吃个团圆饭 他们还并不知道若英几乎天天都被夏清城家暴 这次的原因就是孟老二与若英多年前的一封信 夏清城不免觉得自己头顶有些发虑 信任 杀伙 老婆的五哥走了进来 五哥正是新上任的侍卫书记 看妹妹受到如此的委屈 五哥眼中冒出一缕杀意 手下瞬间就明白了书记的意思 五哥转头问妹妹 还想在这呆吗 他跟五哥回家 还有什么东西要拿吗 没有 就要把手上的那封信 因为那封信是多年前二哥写给他的 算是他的唯一念想 然而这个曾经的夏局长就是因为往事 一直觉得自己的头发都是绿色的 五哥扶起妹妹 尽力压制住心中的怒火 拿一张白纸 让他在上面签上字 明天你就可以收到离婚书了 五哥随后把妹妹带了出来 可是妹妹并不想和他回家 因为正是为了救那个养育他的家 孟若英才掉入了这个魔窟 五哥也完全理解 告诉他现在想去哪都可以 五哥 我想去找二哥 他在自流境 五哥带着身怀六甲的若英 来找他们的二哥 五哥把我救出来了 二哥 你还要我吗 孟老二每日每夜都想解救若英 虽然他现在是这副模样 但丝毫没有改变他在二哥心中的位置 若英依然是孟老二最重要的人 你本来就是我的 两人经历的如此多的变故 终于又走到了一起 孟若英也终于有了一个真正的家 二哥再也不会让他离开自己了 但是若英担心自己的肚子 他是无辜的 等你把他生下来 我跟你一块养他 听到二哥这样说 若英心中欣喜万分 孟母知道了这件事 为了弥补自己心中的愧疚 特意派了一个有经验的下人 去照顾孟若英的起居 而且让下人劝说两人 早日回孟家相认 我们也不会忘了大娘的恩德的 我们会回去的 但不是现在 四流井的运输能力 现在已经是捉襟见肘了 福西河里面的言传 挤得就像煮汤圆 你准备怎么解决这个矛盾呢 三少爷就是没想好 才来找二哥讨教 修路 修路 对 修一条路 从四流井到内疆 这样就能连上成云马路 东可以下重庆 西可以上成都 可是修路需要大量的现金啊 二哥告诉他 孟家拿一部分 让其他言伤再拿一部分 但怎么才能让言伤心甘情愿拿钱呢 二哥告诉他 这就需要从公益改革上面做文章了 聪明的老三一点就透 吃饭的时候和孟母商量 希望把公益改革共享给言伤 让他们一起集资修路 想都别想 孟家这些年遭遇的变故 没有一家同行伸出援手 孟母的心中早已对他们失望透顶 怎么会把这么好的技术成果 与大家共享 我再重复一遍啊 这 这确实是私有的 孟母让老三可以一节一节地修路 总会有修成的一天 老三知道和孟母商量 是不会有结果的 我要听二哥的 想把事干起来再说 没过多久 商会开始了会长换届选举 孟母主动放弃了竞争 不出意外 孟三也以绝对优势当选新一届会长 老三这么年轻 当然得谦虚一番 随后便进入正题 当众宣布要将新技术分享给大家 共同发财 所有严商眼中都冒出了金光 但如果想使用这项新技术 那就必须同意一个条件 集资修路 老三会后就开始承认错误 希望大娘理解 再加上老五的劝说 孟母也知道 曾经就是因为自己不同意老二的想法 才导致了老二的出走 有了前车之鉴 孟母这次也开明了不少 酒楼老板看着刚刚送来的四坦酒 突然发现了异样 酒风明显被人动过 酒方老板看来已经暴露了 孟天运拆开封口 咬出一勺来仔细查看 随后说酒方送来的酒有问题 给老子把杨老五喊来说紫月 孟天牧立刻下令 让人查封酒方 但他们还是来晚了一步 老板杨老五早已溜之大吉 孟天牧费尽心思 要揪出二哥孟天运的身份 只想让他脱离国共之间的争斗漩涡 毕竟二哥曾经救过自己的命 可是二哥屡次逃脱 如今孟天牧只能和他摊牌了 让人来请孟天运倒是党部面谈 老五和二哥开门见山 根据数月的监视情况来看 杨老五收到电报必会去送酒 而酒楼如果以现金支付 杨老五也会去发电报 老二当然不能承认 认为老五的理由太过牵强 我坚信你是中共自留警的首脑无疑 而杨老五就是二哥的交通员 老二要求与杨老五对峙 可是杨老五早已得到老二的情报离开 见二哥还不承认 老五拿出他们以前的电报 共计三十多封 其中出现频率最多的就是加词无恙 应该是说二哥的上级很安全 其次是加盐染科 这个曾公的父亲身体孱弱 半年之内咬病十几回 把这些电报送给情报科 不出三天就能破解出大袋模样 没想到二哥告诉他 杨老五失踪那就没有人证 这些电报也不能当作是物证 就算老五抄了成都的老巢 那和自己也是没有任何关系 老五 你到底想干什么 挽救你 笑话 老二依然是一副施不关己的态度 自己就是一个平头百姓 何必承认这个掉脑袋的罪名呢 看来我不亮出杀手点 二哥是不肯定 老五又拿出遗落资料 都是这几个月来进出酒楼人员的名单 并且启用了最高级别的监控 老五列举了几个形迹可疑的人 他们在酒楼里的谈话 以及他们的身份都记录得非常详细 老二也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危险 我相信不出异军 凡是没有正当理由 多次同时或先后滞留在你酒楼的人 都会逐一浮出水面 这些人一定就是各地的头目 用不了多久 老五完全有自信将他们一网打尽 低头认输吧 逼得你进退尾谷如此为难 纯粹是为了保护你 把你孤立在天下自卫 处于四处无缘的境地 也是想让你脱离开你的组织 安安心心地做一个酒楼的老板 哥哥的一举一动 都被弟弟派的人监视 原因竟是迫使哥哥脱离我党组织 但是哥哥孟天运还是逃过他的耳目 半成魔刀将离开了饭店 悄悄地与上级接头 鉴于现在严峻的形势 组织上决定提前唤醒麦芒 麦芒是什么人 麦芒是我们一名客工的代号 麦芒只与我党的一名上级单线联系 具体身份不得而知 只知道麦芒已经潜伏到了自留警示党部 那就是说 他很有可能是孟天墓身边四大金刚之一 我们也是这样分析的 而且麦芒提出在孟天墓在场的时候街头 最危险的地方反而最安全 只有这样才能解救所有我党成员 当孟天运刚回到饭店 五弟孟天墓早已恭候多时 并告诉他一个意外的消息 省党部书记掌摇孟天运前往成都 但是为了保护二哥 五弟希望他拒绝曾书记的邀请 毕竟只有留在自留警五弟才有能力护他周全 但是孟天运知道这可能是麦芒的安排 所以只能冒一次险了 没想到曾书记直接让两人来到家中 我希望将小女曾宇荣嫁以天愈 托付宗生 原来就在半年前 曾书记到孟天运的饭店吃过饭 席间被他的学识与见识深深震撼 而且一直希望将女儿许配给一个没有政治身份的人 孟天运面对这样的提亲没有一点心理准备 不知如何作答 并且曾宇荣的智力相当于七岁的孩子 但孟天运知道 如果答应这门婚事 就有希望解救自留警特职 然而另一边是自己的挚爱孟若英 经历了多年的波折终于要走到一起 不过和孟天运的信仰还有众多我党成员的性命相比 孟天运还是选择了后者 这门亲事 我应了 回到自留警后 孟若英不敢相信二哥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有很多事 比我们俩的感情更重要 孟若英怎么能理解二哥 但是二哥也无法和他详细解释 用一句话彻底打垮了他 我想娶一个干净的女人 这句话相当于一把双刃剑 既能让孟若英死心 也让孟天运从此丧失了爱情 伤心欲绝的孟若英再次回到孟母 孟母得知后也是怒火难消 直接把情柬撕得粉碎 谁要是敢去参加那个人的婚宴 别怪我不客气 婚礼当天 孟天运找到了麦芒给出的暗号 那么我跟麦芒的截头方式是什么 截头方式会在一张民国23年版 中国银行发行的编号为 A249778的十元纸币上 暗号正藏在一张纸币上 这个字念注 就是筷子的意思 当孟天运来向四大金刚敬酒的时候 他们的筷子恰好落地 就是筷子的意思 孟天运赶忙收起落地的筷子 顺手塞到伙计的围裙中 敬完酒之后仔细查看筷子 在一双筷子中果然有个字条 上面写着将要抓捕十个人的名字 按照背面的地图才能逃脱 得到指示的孟天运回来继续敬酒 你看 凡是我用左手端被子跟他喝酒的人 轮到你给他敬酒的时候 你就小声告诉他准备撤 我把东西交给谁 一共三个人 给最后那个人 告诉他 听到酒杯摔地的声音 就是撤离信号 当他们敬完酒之后 弟妹曹大欢在门口破口大骂 只为妹妹孟若英出口恶气 还让孟天运收自己带来的礼金 也就是冥币 大家伙看看啊 我给孟天运送礼金来了 孟天运 说爱我 孟天运 你个没良心的 你个玩法蛋 你的良心都是狗吃的 当孟天运再次回到酒楼时 惊灵的他察觉出了异常 坏了 带总 好 马上请点人数 是 金涛 让你的人盯紧水部要道 今晚不可掉以轻心 是 孟天运 孟天运似乎已经知道了结果 烧了三个 人酸不如天酸 小日子的飞机马上就要来轰炸了 所有人都急着出城避难 而这个老头还在屋里腾云驾舞 风空警报都响起来了 赶快走啊 慌什么呀 老子这国南土还没烧完呢 真是皇帝不及太监机 老爷依旧一副烟枪在守天下唯有的好情 不管下人怎么描述空袭的危险 老爷还是无动于衷 日本人的飞机 它再多才有天上的麻雀多了 那天上麻雀拉屎 好久落到老子脑袋上了 他就不相信小日子的炸弹能扔准 这句话可是把下人吓得够呛 都不知道老爷哪来的自信 日本人飞机来了 老子在烟窖里坐着活就是 下人还想确认一下 可是老爷让他赶紧滚 还不忘让下人把残疾的二小姐照顾好 哎呦 回来的时候别忘了 别老子端碗粉子唠叨 下人只能无奈地离开了 转眼间 小日子的飞机就到了 炮弹像是麻雀爸爸一样落下 所到之处防倒屋塔 几乎炸毁了自留井一半的建筑物 街头更是一片狼藉 等到轰炸过后 人们纷纷回到城里 可是曹家老爷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烟窖被炸滑了 姑爷首先让人照顾好二小姐 随后和下人急忙赶往烟窖 烟窖已然成为了一片废墟 房梁被烧得焦黑 曹主啊 老爷在这呢 被一根猪的压长 可可有这面劲 老爷果然命大 还有生命迹象 一把老骨头压在房梁下面 都快喘不过来气了 下人准备抬起一根房梁 让姑爷把老爷慢慢拉出来 拉拉拉什么拉 老爷全在 他一直埋着呢 你拉不两斤了吗 赶紧找人去 可是府里的人都还没有回来呢 不让找啊 下人只能乖乖地去找人 老爷一看他把下人支走 心中已经起疑了 姑爷的想法被一语道破 索性就承认了 我手 骂人不好 人家会说您去海洋 姑爷让他临死之前 想说什么就说吧 不然真没有机会了 老爷气得无话可说 老爷知道自己马上就要命丧皇权了 唯一的心愿就是要让他照顾好自己的二女儿 不然自己做鬼都不会放过他 姑爷虽然是个败类 不过对老婆那是真不错 让老爷大可以放心而去了 姑爷随后找出老爷身上重要的钥匙 毕竟自己马上就能继承家常了 马上马上 马上你老人家就不受罪了 姑爷找到一根快要断裂的柱子 毫不犹豫地踹断 上面的房梁瞬间都塌了下来 姑爷此时听到有人走进 马上开始了他的表演 唯一知道情况的下人都呆了 虽然姑爷哭得伤心 但是下人已经猜出了大概 不过也只能先保密了 就在当晚桂林的时候 下人递给姑爷一份曹家的回损清单 可谓是损失惨重 最大的一处严谨也被炸毁 根据损毁情况 曹家的天算是塌了一多半了 姑爷转头问大姐 孟家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大姐告诉他 孟家几乎没有什么损毁 姑爷立马就心里不平衡了 觉得这次轰炸一定有蹊跷 因为孟家的产业比曹家大多了 而且紧造差不多站自流井的三成 怎么能损失这么少呢 唯一的解释就是 孟家有小日子的奸细 孟家才保住了自家的产业 这简直细思极恐啊 这个是三姨奶奶的 这在什么地方去的呀 定远背日本国领事馆 孟家老三从日本娶的老婆 正是日本人 这里还真有日本人 姑爷立刻来找曾经的六弟商量 六弟从鬼门关回来后 竟成了堂口的老大 这可是我们借他人之手 宰杀他孟母得当的 最佳良情 杀招 斩草若是不出根 必定春风吹又生 拖到河滩上 乱混打死 然而心软的管家还是心软了 留下六少爷的一口气 开场中开 不料老六成功上岸 并且性情大变 几年的时间竟成长为职业杀手 兄弟贵姓 勉贵姓梦 怎么称呼 白面判官 成都堂口老大让他开个家 但是老六却分文不取 那有什么 事成之后 望葛大爷栽培 好说 不出三天 老六就当街枪杀了目标 也成了葛大爷的得力手下 然而老六的目标不仅仅是这些 我就是想有一天 能够回自留警去 没过多久 自留警贩卖私盐和走私盐土被查 好哥堂口的文大爷当了替罪养 一时间堂口群龙无首 下面的兄弟闹着要分家 自留警堂口正是成都堂口的分社 葛大爷准备提拔老六 做自留警堂口的大爷 感念葛大爷恩宝栽培 我孟天宝 折服永日 等的就是这一题 此时的孟家老五 已经是自留警的市党部书记 得知老六回来后必定要报复孟家 便派人去请 但却请不动这位堂口的孟大爷 我去告诉你书记长 孟大爷很忙 没空陪他摆闲楼 他做他的庙堂 我和我的江湖 没一分钱的感情 见过找死的 没见过这么找死的 警察局立刻查封了堂口旗下的宁香院 不仅如此 还把赌方和大烟馆通通查封 端了堂口的主要经济来源 老五随后绑来老六 诉说了他几年来当杀手欠下的命债 这些情报正是老五 从一个成都警察局密探手中买来的 如果将这25桩命债都告诉受害人家属 老六从此以后将是惶惶不可终日 并且给老六亮出堂口三千多人的花名册 自己想要剿灭堂口轻而易举 五哥 我服了 你说怎么合作 老五要和老六约法三章 第一不能为难报复五哥堂 第二必须关闭非法产业 第三就是如果老五有需要的时候 将调用老六的袍阁堂口所有人 命名为稽查处特别行动队 好 和圣公随时听获五哥的调解 以后当的人 叫书记长 老五顺带也敲打了被赶出孟府的老四 让他安分守己地做生意 不要与老六和作为男孟家 老四自然不敢违背书记长的意愿 可是好景不长 老四得知孟家老三娶了个日本老母后 立刻就来找老六商量 并且已经想好了对策 老四直接把这件事透露给了军统 军统一封密电直接发到是党部 逼得老五不得不先抓人 不然是党部也危在旦夕 与此同时 老四和老六分别鼓动 阎商和民众包围了孟府 今天非要救出三姨奶奶 然而孟老三的老婆早已被转移 聪明的老四已经猜出个八九不离十 让堂口的人带头冲进孟府抓老三的儿子 得知消息的老三和老二也赶回了孟府 向民众说出了真相 孟府的三姨奶奶只是个日本的普通百姓 并非人们口中的间谍 老二说得有理有据 暂时控制住了局面 当老四还要去添油加醋的时候 老五带着警察局赶到了 告诉大家并没有证据证明孟千鹤是间谍 但是 我们已经有证据可以证明 孟千鹤的丈夫孟天雪 是日本间谍 孟天雪虽然是我的兄长 但我也只能大义灭青了 老婆 大娘 带走 你不可以 严商首富的三少爷被身为是党部书记的五帝抓走 罪名居然是日本间谍 被赶出府的老四和老六正是始作俑者 时刻想着要搞垮孟府 孟府邵东家是日本间谍 那孟武德汤众多的警造检号当是什么呀 离特物资啊 兄弟俩准备鼓动盐务局下局长 查封拍卖孟家的资产 然而老三的媳妇曹大欢第二天就找来几个波妇 准备在市党部门口上演一出好戏 每人每天十块钱的分离 谁要哭得好 我另有赏 当时的壮劳力一个月才挣三块大洋 接到这么好的活 波妇立马坐在地上开始哭丧 想用这种手段逼着是党部放人 但是此法毕竟太小而磕 曹大欢又来找妹夫 希望他脱关系救出他曾经的三哥 老四当然不能放过这个敲竹杠的好机会 先拿二十万吧 不够的话我再找你 好好好 那我现在就回去给你备钱啊 曹大欢还真是头发长见识短 居然把希望寄托在了老四身上 然而老四已经说服下局长查封孟家资产 正要准备拍卖 老五扣押三哥是为了保他 所有人似乎都猜不透老五的做法 就连孟母也是大病一场 平静下来的他感叹道 让他没想到的还在后面 不仅没有一个听话的 而且还养出了两个仇人 人生七时古来兮 古兮之人 却还和晚辈如此资诸弊较 据说 不利于长命百岁 差点被乱棍打死的老六 成了当地的唐口老大 如今又来落井下石 此时的汤总管才后悔莫及 当时为什么要心软留下他的这条命 真是家门不幸啊 韩兴如苦养大六男一女 如今已经冒蝶之内 又有哪个在你身边尽孝了 老六今天特地给孟母来尽孝 提前送来了一摞黄纸 气得孟母把他一把打掉 臭 你劲还挺大 历史太太过分了 你 住开 孟大太太 我倒是希望 你能苟延残喘 多活几日 看看我坐在武德堂的政厅里 收拾旧山吧 然后 在厌气 有个这样的不孝子孙 也不知道孟母招惹了哪路神仙 六个儿子没有一个省心的 不过其他人都在尽力帮助孟家 老五正要利用他们查封孟武德堂财产之事 逼得上级尽快插手此案 而且又派人联合二哥 让严公再次罢工 从而引起高层的重视 再将一封情报 由二哥之手转交到我党的报社 大造社会舆论 用民众的声音 保护老三这个爱国商人 老二同时派人去重庆 毕竟有钱能使鬼推磨 老二最后终于要给岳父发电报了 让身为省党部书记的岳父从中沟通 我党的夏先生对老三进行辩护 条理清晰 逻辑缜密 有了我党报纸的舆论 加上陈长官和老二岳父的上下疏通 老三最终被无罪释放 庭审的结果是什么 一样句话 事出有盈 查无实据 谢谢 虽然人被放了 可是孟家的资产也损失惨重 为了救出少东家 孟家上下打点 曹大欢被敲了二十万的竹缸 您看见账面上剩下的三万块钱 还是二少爷送来的 二少爷 只有患难才能见真情 如果没有老二和老五的帮忙 孟府差点就落入小人之手了 然而老四却用坑来的二十万上下打点 买通商会的多数元老 想要代替老三坐上商会会长的位置 你究竟想要推荐谁啊 曹永茂堂总管 不 现在是曹老板 曹子财 但是就在这个关键时刻 曹府来了一对老人 他们说 是您的亲生父母 什么 什么 您呢 我把他们安排在客栈了 他们说你就信了 总管开始并没有轻易相信 可是那对老夫妇说得有鼻子有眼的 让人不得不信 当年这对夫妇借了堂口的高利贷还不起 都知道当年堂口老大是赤鱼不吐刺的人 身无分文的夫妇只能选择逃命躲债了 所以才把儿子留在了孟府的大门外 希望没有男丁的孟府能收养这个孩子 从那以后 孩子的母亲天天一泪洗面 眼睛都哭下了 两人一路要饭逃往加州 随后男人找了个装人匠的差事 多年之后 听说堂口老大被枪毙了 夫妇二人这才再次回到自留井 开了个纸扎扑虎口 只要有空的时候 男人就到草府或者盐业会馆 偷偷看看曾经的儿子 本想着就这样度过余生 不料纸扎扑在日本人空袭室被炸毁 无奈之下只能来找儿子 变得不错啊 故事有头有尾的 狼心狗肺的老四听完故事 却有另一种想法 但是我怎么总觉得 是来额我钱的呢 总管开始也这么想过 但是那对夫妇说 只要老四的身上有胎记 一定就是他们的儿子 胎记 在哪儿啊 总管告诉他 在他的左边屁股上 有一个铜板大小的紫色胎记 老四听到后急忙赶到家中 让老婆看自己的屁股上 有什么东西没有 果然在左边的屁股上 有一个铜钱大小的紫色胎记 看来那对老夫妇 就是自己的亲生父母 但老四并没有让人 把他们接回来 反而说他们就是来额钱的 尽快地把他们打发走 我马上就要成为 自留警言商的老大了 你可背死人的装人将 爬来这么一闹 这自留警还怎么会呢 总管听后明白了 正要去把他们打发走 然而老四却不放心 不想留下这么一个心病 一文不给 让他们两个永远把嘴巴闭上 总管把老两口接到船上 说要先把他们安排到 一处豪华的宅院住下 并且儿子为他们准备了酒菜 正当总管要让老太婆 也喝点酒时 酒 有毒 总管二话不说 就把男人推下河 虽然总管于心不忍 但还是紧接着 把老太婆也推了下去 随后对着河面磕头 不是我心狠 是你们的儿子心狠啊 我也是奉他之命 把你们推下河的 没过多久 老四通过买选票 当上了自留警言商商会的会长 总管趁着女主人熟睡 悄悄地打开柜子后面的墙板 大洋的声音惊醒了女主人 薛总管 你干什么呢 老薛索性也不装了 告诉二小姐 二小姐马上大声叫人 但是她叫破喉咙也没有人答应 因为所有人都被老薛之走了 姑爷也正在是党部做客 手无腹机之力的二小姐无比气愤 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 家里怎么养了这么一个畜生 姑爷回来一定不会放过她 那我告诉我 她才是最不识东西的畜生 既然被发现了 老薛也就实话实说了 这些钱是姑爷这些年存下的私房钱 其中的一部分还是前任前总管的 姑爷用钱总管贪污的证据 逼死了前总管 从而继承了她的所有赃款 然后晋升为曹府的总管 随后 老薛又告诉二小姐一个真相 那就是曹老爷的死因 如果当时能把压着老爷的横梁抬起来 老爷顶多也就是落个残疾 但是姑爷却没有那么做 这才顺理成章地继承了曹家的产业 还有连畜生都不容的事情 他是不是让你看过他屁股上的胎肌 那是因为他的亲生父母找上门来 他非但没有相认 一文不给 让他们两个永远不成了笔事 得知真相的二小姐气不成声 此时老薛也收拾好了钱财 我最多是个小畜生 他才是连个畜生都不如的东西 老薛还好心提醒二小姐 如果哪天姑爷在赌场上输的金光 没准会把他卖到妓院 老薛说完便离开了 另一边的是党部 老五好心提醒曾经的四哥 尽快拿着钱财逃命 蒋总裁当真就这样把江山给丢了 回家 收拾戏软 有多远跑多远 往哪跑啊 没有工党的地方 老四赶忙回家准备逃亡 然而家中已经空无一人 并且是一片狼藉 自己的私房钱也被偷了 他这才发现心爱的老婆也没了踪影 曹二欢听到了所有的真相 三观已经碎了一地 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事情了 随后便直接把自己推到了河里 等老四赶到河边的时候 只看到了轮椅 曹二欢早已被河水冲走 老四一生作恶多端 本想和二欢相依为命 但心爱之人竟然这样离自己而去 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他悲伤不已 这也许就是老天给他的报应 老四终究将成为孤家寡人 另一边的老五也放下了他多年的信仰 他这些年的经历 与他的未婚妻豪爽密不可分 曾经两人一起追求的信仰让他们共同前进 但是他误以为豪爽被害 才导致他误入歧途 不过他还要完成他最后的使命 那就是让他最放心不下的二哥 在最后的时刻 他终于一举端掉自留警特制 本想保全二哥的他 现在却是无能为力了 你已经尽心了 也尽力了 这份情我领了 因为五弟本想保全二哥 不料手下去把这件事捅给了上级 这让他无颜面对曾经救过自己的二哥 但是二哥面对死亡却很淡然 这个结果不是很好吗 惨烈了一点 风可以轻易地吹走一张尺 却吹不走一只小小的蝴蝶 知道为什么吗 没想过 因为生命本身 有不顺从的力量 而且我的命运 是跟其他千千万万人的命运 联系在一起的 二人边喝酒边回想着往事 犹如昨日一般历历在目 酒过三巡 两人心中似乎有种逐酒论英雄的豪情 我虽然称不上是英雄 但萧雄呢 我算不算是 五弟知道是自己亲手把二哥送上了断头台 所以就在酒中下了赌 不想二哥在黄泉路上孤单 兄弟二人因为不同的信仰争斗多年 就在黎明之前 五弟居然用这种方式为两人画上了句号 不由得让人唏嘘 二哥被捕 全是因为交通员赵国梁的出卖 得知孟天运的结局 赵国梁无法再苟且偷生 榜上炸药来到了老五手下的办公室 说自己有我党的重要情报 事宜让孟老二的妹妹孟若英离开 孟若英刚走到楼梯拐角 赵国梁就引爆了炸药 孟若英赶忙回到办公室 找到了密码本和一份炸毁自留警的涅槃计划 当晚就找到了三哥 因为三哥与孟老二交往一起 希望能通过三哥把信息传递给我党 还有已经加入我党的燕之秋 燕之秋当年投合之后竟然活了下来 现在正在努力劝说身为师长的大哥起义 在大师大妃面前 孟老大果断决定 转我的命令 马上发通电 战边1780就地起义 立刻开拔回自留警 不久之后 自留警顺利解放 老三的日本媳妇也回来了 而且也成为了我党的成员之一 另一边 刚开完会的孟老三正要回家 居然看到了四哥 自从老婆投合自尽之后 孟老四就疯了 不过老三还是吩咐下人 必须给他找住主 再找两个人伺候 别委屈了他 三少女 不管他以前对我们怎么样 毕竟 他是我兄弟 回到家中的老三看到媳妇 激动地抱在了一起 本想再续前缘的燕之秋转身就走 十几年的变故让他深深地明白了 自己与孟家老三只是有缘无分 离开或许是最好的选择 没过几天 孟老五的未婚妻来到了自留警 我叫豪爽 是你五哥梦天幕的 我知道 你曾经 是我五哥的未婚妻 现在也是 豪爽和老五都遵守了自己的诺言 一个未嫁一个未娶 可是现在却是阴阳相隔 两个女人深爱着这样的男人 但是没有一个美好的结局 妖怪只能怪他们出生在这样一个动乱的年代 所有人都有了新工作 孟若英去了电报局工作 孟老三也当上了政协委员 孟家所有人总算是团圆了 准备拍一张全家福留念 大娘 咱们还是站在原来的位置上吧 是啊 还是站在原来的位置上吧 孟母曾经收养了六男一女 经过几十年的变迁 只有三人陪在她的身边 每个人的脸上似乎都写满了故事 随着耀眼的闪光灯 孟府的故事也落下了帷幕 感谢各位的陪伴 我们下部剧再见